第2321章腰按摩眼 此眼,名为腰按摩眼,轻卫,在这腰按摩眼之下,这两人以及他们身下的那头涅絮,此刻已被我彻底控制。 无尽海半空,那位腰眼宗弟子霍军义傲然开口,脸上也尽是傲瑟,对他身后的那位女子说道。 哦,是吗?听到霍军义这话,轻卫的脸面上露出了一抹好奇。 跟着,他身形跺步,走到了霍军义身旁,与他并排站立一起,一同望着下方。 听到霍军义说已经彻底掌控了这两个人,这轻妹,这一刻道没有急着让霍军义杀死他们。 这时,霍军义忽然咧嘴斜斜一笑,令得他此刻本就要挟的脸变得更加邪魅。 跟着,他对身旁的轻妹在而斜斜地说,轻妹,难道你不相信我? 望着霍军义邪魅的脸,一时间,这轻妹觉得,他更加地有魅力了。 拳击间,他冲他娇魅一笑,然后又望向下方。 下方,腰按摩眼笼罩下的时风雨月魁,此刻没说什么,也没做什么,一直抬着头,保持着仰望的动作。 那只悬尸,也始终保持着原来的动作,以原来的速度奔腾。 轻妹用手一指下方,对霍军义道,那好,你现在就让这个人,脱光这个一组女人身上的衣甲。 脱掉这个一组女人身上的衣甲,一听轻妹这话,霍军义都跟着一惊。 没有想到,轻妹竟然让自己做这事,紧跟着,霍军义的脑海之中,悄然浮现了那个女人身上衣甲被脱光的画面。 这,这个真是,既然轻妹发话,那我,自然照做,霍军义笑着说,跟着,便是心念一动,只见她的双目,以及身下那只俯视时风雨月魁的腰按摩眼,同时幽暗之光一闪。 她,已再次催动她的妖斜眼之力。 但是,下一刻,她却没有见到下方的那个人青年,在自己腰按摩眼下有丝毫动作。 嗯,怎么回事,霍军义随即又是暗暗一惊,跟着,只见她的妖斜眼与那只妖按摩眼,再次幽暗之光一闪。 可是,下方那个人,依旧没有任何动作,这时,就连她口中的那个轻妹,也逐渐意识到了不对劲。 开口问她,是不是又出现了什么意外? 还是别弄这些了,还是快点杀死那两个吧。 不知怎么的,也可能是女人天生的第六感,青妹忽然感觉到心头异常不安。 觉得,还是直接让霍军义以她的妖眼,趁早杀死那两个为好。 嗯,这一刻,霍军义那张妖斜的脸上,露出了满满凝重,暗暗地点了点头。 随后,只见那只妖按摩眼猛然一动,往石峰与月魁震杀而去。 然而就在这时,只见石峰那张年轻的脸上,突然显露出了一抹不屑的冷笑,冷恒道。 哼,不知哪里跑出来的两个跳梁小丑,玩够了吗? 就在石峰的话音刚刚落下,只见那月魁,也满脸不屑地开口了,跳梁小丑。 此等力量,也想蛊惑我,石峰身体依旧站立不动,不过,一股静力,仿如剑般从她身上冲出,冲向那道震杀而来的妖按摩眼而去。 啪,一声催响,只见震落下来的妖按摩眼,猛然溃灭开。 这,这,这怎么可能,见到发生于下方的那一幕,霍军逸的面容已经发生了惊然大变,露出了极度不可能的表情。 怎么会这样,在我腰按摩眼的笼罩之下,你们,怎么可能还能动得了? 你们,怎么可能还有正常思维,霍军逸惊然喝道,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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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一刻,就是连那轻妹也意识到了不妙,冲获军逸贺问道,一介蝼蚁,却也妄想以邪术控制我,简直是痴心妄想。 月魁说,他乃是真神六重天境的海族天才,那霍军逸的妖按摩眼虽然对他进行蛊惑,但又如何能蛊惑得了他这等存在? 而时风,如今的灵魂都已成就神境,就更不用说了。 不可能,我的腰按摩眼已经大成,你们,应该是我腰按摩眼压制才对。 而这个霍军逸,还是满脸无法接受滴滴吼道。 霍军逸,你这个没用的废物啊,那个意识到越来越不好的轻妹,随即冲着霍军逸在而大喊。 喊完这道话语后,只见他身形旋即狂猛移动,往后急速飞退。 心中那股感觉原来是对的,还是,尽快离开这里再说。 哼,见人,现在想跑了,想要他托我依假事吧,见到飞逃的轻妹,月魁再次冷冷地出声。 而下一刻,只见一道凌厉的剑气从他身上飞斩而出,以更快之速,斩向那轻妹而去。 不,不,不要,尽管轻妹催动了全身之力逃命,但那道飞斩向他的剑气,还是离得他越来越近。 整具郊区,都已在那道剑气下不断战斗起来,这是一道,根本不是他所能抵挡的力量。 就好像一只渺小的蚂蚁,见到一座剧山冲着自己狂猛轰来一般。 而这,只不过是月魁随意发动的一道攻击而已。 紧跟着,剑气从轻妹的身上飞斩而过。 四弟一声,只见轻妹浑身上下的衣衫,顿时爆裂开来,显露出了那具极具诱惑的白皙郊区。 不过转瞬之间,便见那道郊区,也如他的衣衫一般猛然爆裂。 轻妹,眼睁睁见到发生于眼中的那一幕,霍军逸旋即无比心痛的大吼。 那具白皙诱人的身体,本来即将便可以受自己享用,但却没有想到,就这样,就这样,破碎了啊。 血肉纵横,啊,轻妹啊,霍军逸在而心痛地喊了一声,好了,也送他上路吧。 这时,时风缓缓开口,对着身后的月魁下达了命令。 而一听时风那道悠然却宣判自己死刑的话语,霍军逸随即又是猛然一惊, 目光立即从不远之处的虚空收回,望向时风,说,不要杀我,你不能杀我,我可是妖眼宗的弟子,如果你杀了我,我妖眼宗,一定会为我报仇的。 我妖眼宗,我师父,可不简单,死,一声浇喝,从月魁嘴中喝出,月魁可不管他什么妖眼宗还是妖嘴中。 第2322章 凌然见戏 月魁冷喝下,一道凌然剑气斩向霍军逸而去。 好,好,好,好强大,剑气刚现,霍军逸的脸上旋即显露出了极度惊骇,身躯不由自主地狂烈震颤。 哦对了,还是先等等吧,先留他一条性命先。 眼见剑气即将要收割霍军逸性命之际,时风忽然又开口。 紧接着,月魁旋即感应道,一道无形之力显现,随即冲击在了自己释放的那道剑气之上。 啪地一声轻响,剑气与无形之力同时溃灭。 你,刚才让自己杀了他,现在又阻止自己杀他,月魁瞪着时风的后背,冷冷地吐出一个你字。 留他性命,我自有用,时风又到,随后,只见他身形飘然而上,竟朝着那霍军逸飘去。 我,我,我,此时此刻,霍军逸已经被惊吓得说不出话来,到的此刻,他还惊魂未定。 我,我,我还,没死,这一刻,霍军逸只觉自己仿如在做梦一般。 而紧跟着,等他意识逐渐恢复之际,忽然见到自己的身前,出现了一道年轻的身影。 他,什么时候,就连霍军逸于心中惊然说着这几个字时,时风右手已经探出,一把抓住了他的脖颈。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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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脖颈被卡住,霍军逸话都已说不出,只能发出含糊沙哑的声音。 而他很清楚地感受,只要那只手再稍微用点力,便可掐断自己的脖颈,送自己归西。 跟着,只见时风漫悠悠地缓缓开口,道,说,你可认得这东西。 说着这番话的时候,时风卡住霍军逸咽喉的手稍微松了松。 霍军逸顿时觉得压力减轻了无数,顿时间,只见一道血盲闪耀,一道拳头大小的血色之物,于他霍军逸的面前显现。 血色之物,看上去无比诡异,散发着邪恶的气息。 那是一只拳头大小的邪眼,正是如今属于时风的那件邪恶秘宝,木邪。 先前,霍军逸以那妖眼施展的妖按摩眼将时风笼罩,与邪目力量有些相似。 而且,气息也有些类似,木邪,确实是一件很玄奥的邪恶之宝。 时风到的如今,都未看透这木邪相当于何等品阶的玄器,也不知道最高能压制住何等品阶的神器。 目前时风见过最高的神器,是在真神八重天。 自从见到这只邪恶之眼的时候,时风就觉得它很不简单。 这时,一见木邪,霍军逸双目眯起,而这时,时风心念一动,微微催动了一下木邪。 旋即间,木邪发生了阵战,那股邪恶诡异的力量,顿时涌动起。 逐渐地,只见霍军逸脸上的表情慢慢地发生了变化,惊声呼道。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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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血色,血眼,好邪恶的感觉,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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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霍军逸惊得这这这,确实这不出后面的话语。 见他这副模样,时风面容忽地一朗,再次冷然出声,这什么这? 你认不认识这东西?霍军逸立即感受到,一阵冰冷的杀意,从前冲击而来。 不,不要杀我,感受那阵杀意,霍军逸连忙摇头,见到这个,我是有种熟悉的感觉, 我看这只邪恶之眼,感觉它,应该与我们妖眼中有关。 霍军逸又说,听到他这话,时风在而对他冷然出声,应该有关。 这么说,你不认识这东西,我,如果阁下想知道此物来历的话, 我可以回我要眼中打听一下,等我打听到了,另第一时间向阁下禀报。 霍军逸又连忙道,要眼中,时风嘴中暗暗念叨着这三个字,紧跟着,时风心念一动, 一道森白印记,随即于霍军逸的面门前显现。 这,当见到这道令他感觉到森冷恐怖的森白印记之时,霍军逸的面容,再而一个惊变。 而接着,森白印记一动,猛地印在了他的脸面之上,然后,瞬间消失无踪。 一道主仆印记,就此强行递结,跟着,那只抓着霍军逸咽喉的右手缓缓松开, 时风以一抹不容为抗的语气对他开口,说, 回去你摇眼中,打听有关这只血眼的一切,打听到之后,第一时间向我禀报。 那,那,你对我打入了那印记,霍军逸脸上还是带着金融。 他自然已经明白,那道印记打入,则意味着什么。 原本他对时风说回摇眼中打听,不过是权宜之计而已。 等到时候从他手中逃脱,谁还管那些,但却没有想到,此人,竟然对自己打入了印记。 这道印记之下,自己的生死,将受他掌控,自己,将成为他的奴仆。 不过紧接着,霍军逸又在心中想了想,忽然又释然了。 他打入了印记,真要自己做那些事,则也意外着,他不准备杀自己,自己,也算是捡回了一条命。 想想刚才从下方冲上来的夺命剑气,那恐怖的力量,恐怖的剑威,他现在回想起,都仍然感觉到心有余悸。 自己,可是差点生死,差点成为了那道剑气之下的亡魂。 如今可以不死,也算是死里逃生,如今活着,再怎么样,也比死了要强点。 遵命,想到这些,霍军逸立即对时封印喝,您交代我的事,带我回到妖眼宗后,定然竭尽全力地去完成,您放心吧,我绝对不会令您失望。 说到最后,霍军逸竟然一脸地坚定,见他如此,时封有些满意地点了点头,如今主仆印记在,让他也不敢不去做。 随后,时封拿出了五枚印有灵魂印记的预解,逼向了他,说,拿着。 到时候打听到一件有用的消息,便捏碎一枚预解,若是可令你感到震惊的消息,同时捏碎两枚。 哦,我明白该怎么做,一听时封这话,霍军逸连忙又信誓旦旦地应声,伸出双手,将时封递来的预解小心翼翼避接了过去。 这模样,这动作,仿佛在接圣旨一般,这时,时封的右手已经空空如也,手旋即跟着移动,在霍军逸面前一抹,顿时将那支木鞋给收了起来,重新收入了他的储物戒指当中。 第2323章时灵挑战 上,跟着时封从霍军逸的口中得知,他,并不是中澳神州的人。 他,以及他的宗门妖眼宗,处于这片神战大陆另一大州,名为天水敏州。 根据世界史显示,中澳神州有两个大州离他最近,一个为南蛮荒州,另一个,便是天水敏州。 而相比南蛮荒州,天水敏州又离得相对近一些。 我交代你的事,若是可以办得让我满意,你体内的那道印记,我自会替你解除,还你自由之身。 而你若不将我交代的事放在心上,我必定,会让你后悔。 当时封说到最后一句的时候,声音已经变得异常的冰冷。 霍军逸更是感受到,自己的身躯,都仿如要在那道冰冷的话语中被冻结。 属下,一定竭尽全力去做,一定竭尽全力,您大可放心。 霍军逸再一次对他保证到,甚至开始自称属下。 嗯,时封点了点头,冷意有所收敛,跟着,对着霍军逸在而开口说,好了,你走吧。 那么属下,就先告辞了,一听时封这话,霍军逸连忙又对他说。 表面上虽然看着一脸恭敬,心中,早就迫不及待,恨不得马上就离开这里,离开这人面前。 现在的这种感觉,实在是太压抑了,尽管他现在弄得不杀自己了, 但是谁知道,他会不会立即又改变主意。 身处这里,霍军逸感觉自己,将随时丢掉性命一般。 只有真的离开这里,才是真正的安全。 嗯,时封轻轻应了一声,当这道声音还未落下,霍军逸的身形便是狂猛移动,催动全力,往后急速暴退而飞。 滋滋滋滋滋,急速之下,虚空不断地响起肉身与空气剧烈摩擦, 所产生的阴暴。 望着那人离开,时封的身形也跟着移动,往下飘飞。 自他离开之后,闭眼悬尸便与月魁一同,停在海面等候着他归来。 不过很快,时封便落在了闭眼悬尸之上,然后冷声一喝,走。 吼,一道爆吼之声,从闭眼悬尸的嘴中再度吼响。 刚有所平静下来的海面,顿时再次变得无比狂暴起来。 剧烈的吼声之下,狂烈的海浪再而无比凶猛地翻滚沸腾。 紧接着,悬尸狂猛一动,再而狂奔向前,速,又如闪电,瞬息之间,便奔腾到了遥远之处。 霍军义已急速暴退,很快,身形便坠落回了那艘灵船之上。 已落灵船,霍军义便全力催动,催动灵船已最快之速航行,离得那一男一女一兽,越远越好。 真没想到啊,这次竟然遇到这几个煞星。 唉,还好还好,差点,丢了性命啊。 呼,说着这番话,说到最后的时候,霍军义暗暗地说了一口气。 原本一直将硬着的身躯,终于在这一刻有所放松了下来。 然而就在这时,吼,又一阵无比狂暴的雄狮怒吼之声吼响。 当听到这阵熟悉的怒吼,霍军义随即在而猛然一惊,念荣,也在此跟着一个惊变。 这一刻的他,仿如惊弓之鸟,他,他们追上来了,该,该不会,改变了主意,想取我性命了。 霍军义心中惊然说道,不过紧接着,花帝一声,他只见临船旁边不远处的海面,巨浪掀起,两道身影急速划过。 转瞬之间,便出现在了临船前方的遥远之处。 这个时候霍军义才留意到,那两道身影的急速,就是这骚妖眼中的临船催动最快之速,都根本不急。 哎,我怎么早没有留意到这些啊,望着迅速远去的身影,霍军义心中一叹,发出了一阵深深的叹息。 等有如此作忌,他们的身份与来历,一定不简单啊。 要是我早就发现,别去招惹他们的话,叶青那个女人,也不会惨死,我也不会生死受他人掌控啊。 或许如今这一刻,我早就已经得到了叶青的身体,正在与他,享受着人间,极乐啊。 哎,这一刻,霍军义直觉无比寂寞,无比空虚,甚至,觉得有些冷。 五道天塔内,不,我一定要打败你,我,一定要去满荒大陆,找我哥哥。 一道愤怒的娇喝声回响,此时此刻,石灵身处一片怪石灵力之地,冷视着他身前的那一道紫色身影。 那道紫色身影,正是五道天塔中的那一位紫袍老者。 此时此刻,紫袍老者一脸淡然地望着前方,望着那道娇小的青色倩影, 脸面之上,无喜无悲。 而反观石灵,此刻看上去已经异常狼狈,头发凌乱,衣衫破碎,看着,仿如一个小乞丐一般。 他的这副形象,跟曾经与石峰受穷苦日子的时候都不如。 然而,那张俏丽的小脸,看上去却满是倔强。 原本,他与两位鬼将准备进入这五道天塔,结果却是发现,这五道天塔,只有一人可以进入。 于是,他便一人独往,进入天塔之中,闯过了一层又一层,最终,却是见到了这个紫袍老者,然后,受到了阻拦。 跟着他发现,眼前这个紫袍老头,乃是一个无比恐怖的存在。 他发起挑战,便被这紫袍老头一掌拍飞,直接拍出了五道天塔。 而他,极度不甘心,带着满腔愤怒回到幽冥炼狱进行修炼。 却不常想,愤怒之下,再加上传五道天塔后得到的收获,这丫头,竟然没有多久,便突破了新的境界。 于是,他连境界都没有稳固,便,再次闯入了五道天塔,再次见到了纳德紫袍老头,于是,再次对纳他发起了挑战。 结果,带着希望的与满腔战役的他,还是被纳德紫袍老者给一掌拍飞,带着极度的不甘心,再次回到了幽冥炼狱。 可就在他归来不久之后,幽冥炼狱的众鬼见到,这个妖孽,竟然只在半个多月时间,从九星五帝之境,成功,步入到了半神。 见到那一幕的时候,就是实力强悍的八大鬼将,都纷纷大喊实在是太过逆天。 而刚一步入半神之后,实力,便又再度起身,再度进入五道天塔。 结果这一次,他,还不是纳紫袍老者的一招之敌,那老头一招将他拍飞之后,他的整个人,已是异常狼狈,变成了如今这个小乞丐。 第2324章实力挑战 下,回去吧,你不可能打败我。 五道天塔内,那位紫袍,紫发,紫薰老者缓缓开口,对前方的实灵说。 不,小家伙实灵,小脸之上满是倔强,目喝着回答那紫袍老者的话。 当喝出那字之后,实灵的身形旋即又是一动,非冲向前方,冲向那紫袍老者而去。 不自量力,望着实灵急速接近而来,紫袍老者缓缓开口,说。 零五天应,一声娇喝,旋即从实灵的嘴中喝响。 只见半空之中,旋即显现了一道古老的扭曲符印,然后朝着那紫袍老者,狂猛震落而下。 实灵才刚不入半神境而已,确实没有想到,他此刻发动的这道战绩,竟是一星半神级战绩。 这道零五天应,与他五道相合,使灵施展而出,一切顺其自然,就仿佛,本就为他而创一般。 那位紫袍老者,就算见到零五天应震落而下,却依旧一脸的无动于衷。 紧接着,只见他袖袍很是随意地一个挥动,就好像挥打周身的灰尘一般。 一动之下,只见那道狂猛震落而下的零五天应,竟然,瞬间消失。 怎么,会,还在飞冲向紫袍老者的实灵,清灵的翘脸旋即跟着猛然一变。 零五天身,紧接着,一道娇喝之声再度从实灵嘴中喝响。 只见他娇躯一颤,竟然有一道与他一模一样的身躯,从他的身上分离而出。 一下子,竟然有两个实灵,两个实灵,面容至上都充满了凝重,皆冷视着那位紫袍老者。 而就在此刻,两位实灵同时一个娇喝,零五神沙爪。 与此同时,两位实灵都已冲到了那位紫袍老者的身前,两道身影,同时一掌轰出。 蕴含着绝世沙利的双掌,同时轰击紫袍老者,一掌轰他面门,一掌轰他心口。 面对绝世双掌轰来,那的紫袍老者,却还是站着卫动,绣袍,再而在这一刻一个挥动。 绣袍一挥之下,只见身前攻击他的那两道窃影,竟开始从脚到头,从下往上,急速消失着。 而就在两道身影消失在博警处之际,只见石灵的两张翘脸之上,嘴角护地一咧,竟然同时露出了一抹冷笑。 嗯,见两道窃影竟同时消失,一直处于淡然状态的紫袍老者,面色终于在这一刻变了一变。 零五,神沙掌,娇喝之声,忽然从那紫袍老者的身后传来。 消失了的石灵,竟然出现在了紫袍老者的身后,嘴角还是咧着,带着那一抹冷笑,携带着绝世沙利的一掌,狠狠地拍在了这紫袍老者的后背之上。 砰,全背相及,一阵暴明之音,在此刻猛然响彻而起,周围的空间,都在此刻发生了猛然震荡,沸腾翻滚。 这,这,这怎么可能,拳击间,只见刚才翘脸之上还挂着冷然笑意的石灵,脸色再一次发生了惊变,显露出了极度震惊之容。 而,下一刻,一阵痛而支声于石灵的嘴中呼出,只见那道浑身衣衫破烂的郊区,再一次狂猛倒飞了出去。 碰壁一声,郊区,落入到了那片乱石灵力之地。 娇小的身躯坠落而下,下方的乱石,顿时被压成了鸡粉,烟尘弥漫飞舞,瞬间吞噬了那道已变得更加狼狈的郊区。 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顿时间,只听一道道咳嗽的声音,不断地从那烟尘之中传出。 随后,只听那一道苍老淡然的声音,再一次于这片天地间回响,回去吧,你,不可能打败我。 当这话音一落,那道紫色身影旋即消失在了这片乱石之地,就连那飞舞的烟尘之间,一道紫色光芒闪耀而起。 石灵,已被那子跑老头,传送出了五道天塔。 五道天塔外,幽明炼于阴暗的天地间,幽魂,还是一直在这片天地飞舞着,阵阵鬼嚎之声依旧不断。 九幽大帝雕像之上,鬼幻鬼绕鬼界,三位鬼将,煞白的脸上满是凝重,盯着身前不远之处的五道天塔。 他们的幽灵公主进入这五道天塔已有些时间,也不知道,里面如今的状况如何。 他们,是真的担心这位公主出什么意外,到时候他们的大帝归来,无法向她交代。 你们说,公主她,不会有事,吧? 这时,鬼绕凝重的脸上出现了担忧,对身旁的两位鬼将说。 一听鬼绕这话,鬼界旋即说道,鬼绕,你少乌鸦嘴了,公主怎么会有事? 跟着,鬼幻也说道,就是,公主即人自有天香,不会有事的。 而他们两位嘴中虽是这般说着,但他们的脸面之上,也逐渐露出了忧色。 而就在这时,他们三位忽然见到,五道天塔之前一道紫光闪起。 当紫光落下之后,一道看上去满是狼狈的郊区旋即显现,横着悬浮于天塔大门之前。 公主,公主,幽灵公主,但一见那道狼狈的身影,他们三位旋即认出,这便是进入五道天塔,他们所等待的那位幽灵之主。 紧接着,三道身影同时闪动,往那道郊区闪去。 狼狈的石灵,看上去已满是虚弱,八大鬼将之一的鬼界率先到达,被他捏在手中的一枚森白丹药,立即塞入到了石灵的嘴中。 此丹,名为天回丹,乃是九星帝级品阶的丹药,对于如今的天恒大陆来说,已差不多绝迹。 天回丹,曾经有一次,鬼界与一位武帝强者大战,结果身受重伤都未舍得服用。 却是没有想到,这一次他想都没想,便将这枚天回丹塞入到了石灵的嘴中。 只要他不要有事,就行,石灵郊区还是悬浮于半空,不过此时此刻,他双目为弊,看上去已然昏死了过去。 不过,当这三位鬼将感受到这位公主吞服了天回丹之后,气息逐渐地稳定了下来,他们,才跟着放下心来。 幸好幸好,没有出事,鬼绕暗暗说道,武道天堂的那一位,我等不久之前都见识过了,下一次,还是不要再让幽明公主进入武道天堂了。 这时,鬼界开口,对鬼绕还有鬼幻说,第2325章天荒圣地三护法。 嗯,望着那道看着满是狼狈的娇小身影,听到鬼界的话,鬼绕与鬼幻同时点了点头。 先前石灵被打出武道天堂之后,他们几位鬼将,都相继闯过武道天堂,都见过了那一位拦路的紫袍老者。 结果,全是被他给一截拍出了武道天堂。 那一位的强大,早就已经深入了他们的内心。 在他们的心中,或许只有那一位无敌,无所不能的大帝,才能打败他吧。 如今,石灵都已经是第三次被拍出武道天堂,而且他们更是发现,石灵从武道天堂被拍出,伤势一次比一次要严重。 这一次被打成这样,那下一次若还是被打出武道天堂,那将又是一番怎么样的场景? 跟着,鬼将鬼唤诱道,这位公主的母亲,如今还在圣龙城,大帝的那位弟子肖天义也在那,我们,还是将他送回圣龙城。 到时候再跟地母还有肖天义,说明此事,让他们,劝阻这位公主,叫他不要再胡来了。 好,就这么办,鬼绕点头道,那便,由我送他回圣龙城吧。 鬼界说,天恒大陆,如今真的已经平静了许多,各地,已不再见到那神族的身影。 各地,曾经都遭到过那神族的侵略破坏,如今,都纷纷开始了重建家园。 无数活下来的生灵脸上,洋溢着劫后余生的喜悦。 无数生灵感受到了,和平,真的很好,不过,却有一些极少数的人,逐渐感受到了不安。 他们知道,这一战,没有这么简单。 如今天恒大陆看上去越是平静,越是预示着,一场大浩劫将要来临。 神战大陆,一座恢弘壮阔的山门之前,一道道绝世的身影傲力。 此时此刻,一道红色的倩影,于那座山门的不远之处出现,然后,朝着那座山门,急冲而去。 来者是和声灵,来我天荒圣地和事,忽然间,只听一道威严的和声,于那山门之前喝响。 一道道冲天的气势,顿时于那山门之前冲出。 好,浩强,飞冲向天荒圣地山门的红色郊区,在那一道道恐怖的气势之下,旋即顿止住了身形,不敢再往前靠近。 他可以很明显地感应到,如果自己继续往前再前进一寸的话,便将在那一道道气势的冲击下,灰飞湮灭。 我叫剑桐,求见天荒圣竹冷奥月,这时,那道红色倩影旋即开口,冲着前方骄鹤道。 经过一段长时间的赶路,历经了重重艰辛与显难,如今剑桐,终于赶到了天荒圣地。 一听剑桐那话,山门之前随即响起了一道不屑的冷横,横。 一介卑微的怨魂,竟也妄想见我天荒圣祖。 速速滚开,否则即刻让你魂飞魄散。 当那道声音响起之后,剑桐更清晰地感受到,那一道道从山门前冲来的气势,顿时变得更加狂烈。 逼迫着他的身形,不断地往后狂猛倒飞。 跟着,剑桐在而开口,以满是哀求的口吻,冲着那方说,各位,我真的有要事求见天荒圣主,还望各位,能够行得方便。 滚,而回应他的,又是一道冷喝,嗑声回荡,滚滚如同浪涛的音波,顿时朝着他狂猛汹涌。 啊,在那道音波的冲击之下,剑桐只觉浑身上下一场的难受,一道痛呼于他的嘴中呼响,这句魂魄之声,都仿如要破灭掉一般。 忍着浑身难熬之苦,剑桐在而开口,冲着前方交呼。 我,我真的有要事求见,求各位,转告一下天荒圣主,又明来到了神战大陆找他的三徒弟,结果,在冬月神州遇难。 他,说出了十封让他转告的话,而一听剑桐这话,却只见刚才那道冷喝之声又想,让你滚你不滚,既然这么想要找死,那么,就去死。 紧跟着剑桐便感受到,这一次,冲击向自己的不仅仅是一道道气势或音波,而是一道绝强的无形杀力。 一道,可让他瞬间灰飞烟灭的无形杀力。 啊,白皙妖媚的面容,再一次发生了惊然大变,只见他的双目,已是瞪得无比的大。 就算他剑桐身怀诡异神通,但他知道,自己已无法从那道杀力下避开。 我,我,我,就这样,要死了吗? 这是剑桐于脑海中所浮现的念头,他,真的不知道,自己怎么样才能在那道杀力下活下来。 我,我不能死啊,我,还没有见到那天荒圣主,还没有,将他转告我的话,转告给他啊。 没有想到,他此刻满是不甘心地死去,却是因为,他还没有完成他所交代的事。 那道杀力急速逼近,眼看这道红色妖艳的郊区,即将受到那道杀力冲击。 发生了什么事,而就在这时,只听一道淡然的声音,忽然于这片天地间响起。 只见一道白色飘然的身影,顿时于剑桐的身前显现,一袍一个挥洞,那道绝世杀力,旋即消散无踪。 三护法,赤三护法,三护法,参见三护法。 见到那道白色身影之后,天荒圣地山门之前,旋即响起了阵阵惊然呼声。 只见那一个个原本对剑桐指高气扬的守山弟子,顿时朝着那道白色飘然的身影纷纷跪拜。 来者,是一位白衣中年,却是风神俊朗,风度翩翩。 他,便是天荒圣地五大护法之一的三护法,元宵。 望着跪倒山前的一众弟子,元宵悠然开口,问他们道,到底发生了什么? 一介如此弱小的幽魂,为何对他下如此杀手? 丙三护法,此冤魂竟大言不惭,竟妄想见圣祖,我等给过他机会离开。 而他,却是执迷不悟,还说一些莫名其妙的话语。 所以弟子才会对他下杀手。 不,一听那位守山弟子的话,元宵面色一动,跟着缓缓地转过头,望向剑桐说,你想见我天荒圣主。 到底所为何事? 听到他这么问,剑桐连忙开口,回答说, 我有要事禀报天荒圣主,幽冥来到了神战大陆,找他的三徒弟,却是在冬月神州遇难。 第2326章我的事例,算是天荒圣地。 幽冥来到了神战大陆,找他的三徒弟,却是在冬月神州遇难。 听到剑桐这话,只见那位三护法元宵,一脸的平静淡然,不见任何波澜。 剑剑桐没有再开口,他才问他道,你所说的那个幽冥,与我天荒圣族有什么关系? 莫非那幽冥,是我天荒圣地的弟子,幽冥这个名字,三护法元宵从未听说过。 天荒圣地,如今弟子族有数十万,他元宵,不可能知道每个弟子的姓名。 我,这,我不知道,剑桐对元宵会道。 在冬月神州的时候,他只让他来中澳神州天荒圣地,找天荒圣主冷澳月。 而至于其他,他根本就没有跟他提及过。 跟着,元宵在而开口,说,就算他是我天荒圣地的弟子,他若是遇难,不必禀报我天荒圣族。 说完这句话后,元宵在而望向了前方远处还跪于山门前的天荒众弟子,开口说。 转达灵星殿,让他们查下我天荒圣地有无幽名这个弟子。 若真是我天荒圣地弟子,派遣几位实力高深的弟子,去那冬月神州一趟。 遵命,一听元宵话语,一位天荒弟子旋即应喝。 紧跟着,他便身形一动,往山门内急速飞腾而去。 三护法之令,他岂敢怠慢,那位弟子走后,元宵在而望向剑童,心轻一挥一袍,说道,好了,你走吧。 我,我还不能走,听到元宵话语,剑童却是满脸坚定地说。 嗯,一听他这话,元宵眉头护地一皱,在而问他道,你还有什么事? 我必须见到天荒圣主,然后将那句话,亲口告诉他。 剑童说,本护法都已经说了,为了一个弟子的事,不必见我天荒圣主。 元宵却是如是说,而他说着这番话的时候,可以很明显地感应出,他的语气已经冷了下来。 自己都已经这样,这女人竟然还对自己说这样的话,对于元宵来说,他就有些不适项了。 不,不行,我一定要见天荒圣主,将那话亲口告诉他。 而剑童,白皙妖媚的脸上却满是倔强,在对元宵如此说道。 他交代自己的事,自己,一定要好好做好。 望着那张白皙妖媚倔强的脸,元宵心中说,这句怨魂,好不适抬举。 本护法有好生之德,见他实力卑微,差点被我天荒弟子杀死而亲自出手相救,甚至亲自命人将他的话转达临心殿,确实没有想到,他,还是如此。 哼,这时,元宵发出了一阵冷冷的横声,随后只见他袖袍对着剑童轻一个挥动。 啊,只听一道交呼响彻而起,剑童的那道灵魂之声,旋即在一股无法抗拒的无形狂力之下,狂猛倒飞了出去。 记住,以后别再靠近天荒圣地,下一次,可没有这么幸运了。 紧接着,那一道淡然的男子声音,于剑童的脑海中回响。 将剑童先飞之后,元宵已经完全不理会他,肾行一动,旋即往天荒圣地中飘飞,仿若白衣神仙。 那道白色身影飘过天荒圣地山门之前时,天地之间,顿时回响起了他元宵淡然的声音,你们,都起身吧。 是,度谢三护法,是,三护法,恭颂三护法,吴敬海,持风与月魁,乘坐碧眼悬尸,盛行还在吴敬海中急速穿梭。 时间,已经过去了十五天,持风根据世界时显示,自己明日,应该便可到达中澳神州。 明日可到中澳神州,如果再抓紧时间的话,两日的时间内,应该就可以到达天荒圣地了。 希望我,还能活着到达哪里,这几日,随着时间一日一日过去,持风可以很明显地感受到,越会留在自己体内压制海恶咒毒的那道力量,已经越来越弱。 而那被压制的海恶咒毒,已经在自己体内蠢蠢欲动,这几日,持风时常感受到心口处振振疼疼痛传来。 他心中很清楚,若是这海恶咒毒再不除去的话,自己,真的就要死了。 不久之后便将到达那中澳神州,到时候,你可不要再变卦。 越魁此刻傲立于持风身旁,望着前方的滚滚巨浪,对持风说道。 放心吧,一到中澳神州,我就马上放了你。 持风对他说,这些时日,这女人倒也挺事项,持风是真的打算等到了中澳神州之后,便放了他。 我就再相信你这一次,但愿你是个男人,说话算话。 越魁又说,随着越来越接近那个中澳神州,他却越来越觉得,事情将没有这么简单。 而这个人,自己为他做了不少事,而那几次,他都是出尔反尔。 哎,好好的,我怎么碰上这么一个人,跟着,越魁在心中说道,不过,也是多亏遇上了他吧,若不是他,傲家也不会露出他们的本性,傲奸也不会死,那个傲君,也不会感受到那种亲人在他面前死去的痛。 哼,一想起傲坚与他妻子临死前的一幕,在想起傲君陷入那种极度悲痛之中,月魁的嘴角不由自主递勾起,露出了一抹冷笑。 这的这副模样,根本联想不到,他曾经,竟然是那傲君未过门的妻子。 太阳稀落,天色,已近黄昏,黄昏时分的无尽海,看上去有种说不出的美,海浪被天空的晚霞,映照的一片彩色,滚滚而动。 石峰与月魁的影子,被拉得很长,倒映在了深厚的海面之上。 如今只有等待,石峰,也欣赏起了这片天地间的景色,感受着难得的安宁。 中澳神州是你的故乡,这时,月魁又忽地开口,问石峰,听到他这话,石峰缓缓地转过头,望向那张白皙冷艳的面旁,跟着咧嘴一笑,问他道,怎么,想要问清楚,到时候好找我报仇。 感受到他望向自己,月魁也转过头了,目光怡然不惧,迎上了他的目光,道。 是又如何,本顾奶奶,从小到大,还是第一次吃了这么大的亏?若是你有种,便留下你的名字跟来历。 喝,听到他这话语,石峰呵然一笑,跟着说道,我的势力,嗯,在这神战大陆的话,算是天荒圣地,我叫幽冥。 第2327章中奥神州,我的势力,在这神战大陆的话,嗯,算是,天荒圣地,我叫幽冥。 天荒圣地,听到石峰那话语,月魁清拦着这四个字,这四个字听在他的耳中,总感觉到有些耳熟,好像在哪里,听到过这四个字。 嗯,紧跟着,月魁清皱着眉头的面容忽地一变,惊然大呼道,人族势力,天荒圣地。 他,终于想起了这个势力,这一个,就是他们海破玉,都不及的超级大势力。 那是一个超级庞然大物,跟着,月魁在而惊然开口,对石峰说道,到底是真是假。 你,你,你竟是,出自那个天荒圣地,我出自那个天荒圣地,石峰清南着月魁说的这几个字,跟着,确实见他慢慢地摇了摇头,说道,我不是出自那个天荒圣地,倒是那个天荒圣地,出自我的传承。 天荒圣地出自你的传承,你,开什么玩笑,月魁道,一听石峰这话,那么刚刚显现的惊然之容,随即从月魁的脸面上消失。 他怎么可能会相信,石峰的这句话?天荒圣地,强者如云,天荒圣主,更是深不可测,听父亲说,那一位天荒圣主,可是神战大陆最强大的那几位之一。 他们天荒圣地的传承,怎么可能出自他,他的境界,不过在真神四重天境,不仅是月魁,估计这个天下的任何人听到石峰这句话,都不会相信。 我没有开玩笑,而石峰,却是满脸认真的对月魁缓缓摇了摇头。 哼,你还真的什么话都说得出口,月魁说,你这句话,小心被那天荒圣地的人听到,然后遭来灭顶之灾。 要我遭受灭顶之灾,他们不敢,石峰却是如是说,而月魁却发现,他说这些话的话,脸面之上,竟然流露出一抹自然的自信。 这般自信,不像是装出来,他这副模样,好像他说的这些话,是真的一般。 呵呵,想到这,月魁旋即呵然一笑,立即将刚刚浮现脑海中的这些念头给摒弃。 我还真傻,他的话,怎么可能会是真的? 看来他是怕我时候找他报仇,不敢告诉我他的真实势力,故意搬出这天荒圣地。 也是,我海魄玉的威名,他应该早就听过,带我回海魄玉,召集我海魄大军前来,他怎敢面对? 哼,想到这些,月魁旋即发出了一阵傲然冷恨。 跟着,他又被时锋开口,既然你想当缩头乌龟,不敢告诉我你的来历,那就算了。 从今往后,你最好别再让我碰上,否则的话,这些时日积累下来的仇怨,我定然会奉还于你。 听到月魁突然对自己说这样的话,时锋面色一动,旋即反问他道,如今,你生死已受我掌控,你现在却对我说这种威胁的话,你不怕我杀了你一干二净。 一听时锋那话语,月魁却是冷笑着反问他,你敢吗?自己,可是有父亲的那道印记在身,他若真杀自己,到时候父亲必然可以见到。 那个时候,哼哼哼,就算他逃到天上地下,父亲都会追杀他致死。 敢,持风淡淡地应了这么一声,而月魁忽地又见到,他说出这个字的时候,脸上的神情,在而流露出了一抹难以自愈的认真。 他,好像真的敢杀自己,不知道为什么,看着他脸上的那么认真,一时间,月魁却是不敢再对他说下去。 不敢再对他说这些威胁之类的话语,这一刻,他,还真的有点害怕,这个人,真的,会杀自己。 怕,怎么会,我竟然,在害怕他,就连月魁都不知道,自己此刻面对他,为什么会产生这么一种荒唐的感觉。 夕阳,彻底地稀落,夜幕,逐渐地到来。 一轮明月,从海中缓缓升起,月魁没有再说话以后,气氛,已经沉寂了下来。 花,花,花,阵阵浪涛,再而不断回响,闭眼悬尸,于这黑夜的大海中狂猛奔腾。 一夜,很快又过,太阳又升,大概又是过了半日,哪里,便是中澳神州了吗? 石峰与月魁忽然见到,在他们前方的远处,显现了一片陆地。 催动世界时,紧接着,神战大陆的大地图,在一次于石峰的脑海中显现,紧接着,石峰便是轻轻点了点头,暗暗说。 没错了,哪里,便是中澳神州,经历了多番周折,终于,到达这中澳神州了。 唉,说到最后,石峰发出了一阵轻叹,从刚进入神战大陆,出现在冬月神州的时候,自己便一路赶往这中澳神州。 途中,真是有太多太多的事了,有着太多太多的意外,太多太多的变故,与自己一同进入神战大陆的剑筒,都在这路途中丢失,如今不知身在何处。 为了自己活着到来这中澳神州,天荒圣地的那位怒战天王月月,如今也是生死不知,凶多吉少。 那八位天荒强者,深陨,好了,既然到达了这中澳神州,你该履行你的承诺了。 指着前方那片显现于视线中的陆地,月魁在而开口对石峰说道,嗯,种种思绪还在他的心头,听到月魁的话,他只轻轻地应了一声。 紧接着,石峰心念一动,与此同时,只见月魁的胶躯呼地一颤,啊,一道交呼,从他的嘴中呼响,下一刻,月魁便已感受到,此人那日强行打入自己体内的印记,真的,已经消失。 他竟然,真的就这样履行了沉默,归还了自己自由之身。 这一刻,月魁忽然觉得,自己对他的恨意减少了一些。 闭眼悬尸还在奔腾,逐见地,石峰见到了一片无边无际,无穷无尽的大地。 嗯,你怎么还不走? 而这时石峰发现,自己破掉了这个女人身上的印记之后,这个女人,竟然还站立于自己身旁, 同自己一起,双目也在凝视着那片大地。 如今的我已经自由,我要做什么,你可管不着。 月魁却是这样对石峰说道,也是,听到他这话语,石峰点了点头,说,你要做什么,我管不着,我也,不想管。 这个,便是传闻中的大路了吗? 中澳神州,这一刻,月魁的双目仿佛在放光,一顺不移地凝视着那片大地,暗暗说道。 第2328章夜寥,月魁,从小于大海中长大,虽然曾进入过一些无尽海中的岛屿,但还是第一次,见到那一片广阔无边,无边无际的大地。 如今他们的入目之处,是中澳神州的边缘地带,看上去有些荒凉。 根据世界史显示,这片地域有一个海边城镇,名为于海城。 石峰望着那方荒凉的新世界,暗自说道。 哦,一阵怒然吼声,再度从那碧眼玄狮的嘴中吼响。 在碧眼玄狮的急速之下,很快,他们便进入了那片荒凉的大地之中,正是踏入了中澳神州。 中澳神州,月魁的嘴中,在而清南着这四个字,双目,开始扫视着四方。 不过跟着,只见一抹失望,从他的脸上浮现,按道,这中澳神州,没什么特别的。 跟以前进入的岛屿,看上去没多大的差别。 吴敬海,海珀玉,一座气势辉红的水晶宫殿之内,一道爵士威武的身影高座上方的水晶王座,身穿一袭威风凌凌的金龙战甲,金光凌凌。 此人,便是无尽海中令众生灵闻风丧胆的那位,海珀玉之主,月恒。 月恒下方,此时此刻海珀玉众生灵奥利两旁,向月恒禀报着诸歇事物。 对着一件件事物做出处理,下达他海珀玉之主无上的命令。 这时,又听完一位海族生灵禀报,并下达他的命令之后,月恒开口说, 好了,今日事物就谈到这里吧,剩下的事,明天再谈。 是,百位海族生灵,冲着最上方的月恒齐齐硬喝。 这时,只见先前一脸肃穆的月恒,此刻忽地咧嘴一笑, 在而开口,悠然说道,夜聊,现身吧,我已经知道你回来了。 拳击间,月恒的声音,再次在这座大殿之中回响。 夜聊,我主身旁最神秘的那位。 夜聊,夜聊,当位列下方的海族众生灵,一听夜聊二字之时,脸色忽地齐齐一变。 在这里,很多生灵都听说过夜聊之名,却是没有见过其真身。 见过那位神秘的夜聊者,整个海珀玉,估计,都不超过五位。 没有想到,那一位忽然在这一刻喊出了那的名字。 随即间,只听一道笑声,忽然在大殿中回响, 呵呵,果然还是逃不过我主的法眼, 尽管我这一次,自以为隐藏地很隐蔽。 听着这道笑声,海族众生灵感受到, 声音仿若虚无缥缈,听上去极不真切, 声音,仿若来自于另一个世界一般。 夜聊大人,这,就是那位夜聊大人的声音吗? 神秘的夜聊,今日会现身吗? 难道今日,我有幸目睹我主身边最神秘的那一位? 紧接着,众海族生灵的面色同时移动, 他们见到了靠近月横的下方, 一道黑色身影忽然出现。 那是一位身穿黑色战甲的男子, 背着对他们,看不到面容, 而他们,也完全看不透他的境界。 他,虽然站在哪里, 但给人的感觉, 好像身处于另一个不一样的世界。 又好像, 他的身上笼罩着一股神秘的力量, 隔绝他们的感知。 哗哗哗,响声吐喜, 只见那位身后的黑色披风, 忽然无风自舞起来, 哗哗作响。 夜聊,这位, 就是夜聊大人啊。 夜聊大人, 今日,终于见到夜聊大人真身了。 是啊, 见到那道黑暗身影, 一道道惊呼声又响, 虽然他们见到的, 只是他的背影而已。 夜聊, 拜见我主, 这时, 夜聊沉声一喝, 冲着最上方的海魄玉之主越横丹西跪拜。 越横望着下方的夜聊, 再一次平淡开口, 说道, 说说看, 那丫头如今的情况如何了。 少主如今, 已跟那个人族进入了中澳神州。 夜聊回禀说, 哦, 一听夜聊这禀报, 月横淡然的面色微微移动, 随后再而开口, 说道, 那丫头, 已经进入中澳神州了。 看来, 她都已经忘记回家了啊。 跟着, 月横对那夜聊又是一问, 那个人族小子的真实身份, 如今可以查清。 夜聊沉声回禀道, 我主, 根据属下探索到的种种迹象, 那个小子, 应该出自天荒圣地。 而且, 身份不简单, 天荒圣地, 天荒圣地, 那个人族超然势力, 天荒圣地。 当夜聊的话音刚落, 道道竟然呼声又起。 这些海族生灵, 他们很多不知道到底什么事, 他们经得, 是那天荒圣地四个字。 好像是那位少主月魁, 与那天荒圣地之间的人物发生了什么纠葛。 而且夜聊大人还说, 那位人物的身份, 不简单。 一个天荒圣地中不简单的人物, 思, 想到这, 玄机有一位海族强者, 暗暗倒吸了一口凉气。 月魁的性格脾气, 他们是清楚, 莫非是那位小祖宗, 得罪了天荒圣地的人不成。 若真是这样的话, 这可真的不得了啊。 哦, 天荒圣地, 不仅是那些海族生灵, 就是那位海魄玉之主月恒, 在听到天荒圣地四个字的时候, 那张原本平淡的面容, 都浮现了一抹金色。 跟着, 他对下方的夜聊又开口道, 你如何得知他出自天荒圣地, 又如何得知, 他的身份不简单, 说来看看。 嗯, 夜聊点头, 跟着说, 属下叹道, 天荒圣地那位目占天王, 前些十日清零冬月神州, 目的, 就是为了接那个人祖小子, 回归天荒圣地。 一听目占天王四个字, 月恒脸上的金蓉变得更惊, 跟着, 在而缓缓地吐出了声, 目占天王, 月会。 夜聊继续道, 而在中途, 不知天荒圣地一众人到底遇到了什么存在, 多名天荒圣地强者战死, 那位目占天王月会, 恐怕也已遇难。 月会遇难, 天荒圣地的那位怒战天王遇难, 不会吧, 那位怒战天王, 我曾听说过他, 据说他的实力, 早就达到了登峰造极之境, 这个世间, 到底是何存在, 可以让他遇难。 月会, 遇难, 就是月恒, 都满脸凝重地说出了这四个字。 如果月会真的遇难, 这天下, 谁能做得到? 月恒再次呢难, 而那个人族小子, 却是趁着混乱, 在那场劫难之中存活了下来, 逃入了海中, 他所入的那片海, 正是那海阴玉, 他正巧在大海之中, 遇到了少主。 夜聊又说, 第2329章与海城。 听完夜聊的这番禀报, 月恒微微点了点头, 至于发生与海阴玉的事, 他早就已经知晓。 没有想到, 海阴玉奥家, 竟然如此的绝情, 想要女儿月魁的性命。 十几年以前, 在一场变故之中, 奥坚的父亲, 曾经救过他月恒父亲的性命。 当时那位海阔玉老主便做出沉默, 为了报答救命之恩, 将他那个时候只有六岁的孙女月魁, 许配与奥家, 两大海域进行联姻。 当奥加纳为得知月家这位的真实身份以后, 自然是无比的乐意, 当下同意。 与海中霸主势力海阴玉联姻, 更是他们海阴玉的女儿下嫁到自己海阴玉, 这是他们海阴玉的荣耀。 两海域联姻, 等于是两个海域从此联盟, 这可是他们海阴玉成为更强的机会。 却是没有想到, 这联姻, 最终成为了他们奥加走向灭亡的导火索。 真是世事无常, 这时, 月横在而开口, 被跪于下方的夜聊说, 你先前回报, 那丫头, 曾为那人族小子出头, 还搬出了我们海阴玉, 镇着那些强者, 是的, 我主, 夜聊回到, 少主与那人族小子的关系, 好像, 有些不太寻常。 不, 不太寻常, 怎么说, 一听夜聊那话, 月横的面色又是一动, 说, 属下, 不太好说, 属下也没看明白, 他们之间, 到底是什么关系。 但是属下总感觉, 有些不太寻常, 夜聊到, 听夜聊大人这话, 莫非我们的那位少主, 喜欢上了那个天荒圣地的人族小子不成。 听着, 好像有些像啊, 是啊, 那位少主, 如今也已经长大了, 正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了。 那海阴玉如此不是抬举, 那位少主找个更加优秀的, 也是正常。 曾经我就对我主建言, 少主岂能下架他们海阴玉, 尽管是老主人当初的座下的决定。 若是我们海破玉能与那天荒圣地联姻, 这绝对比那海阴玉强一万倍。 嗯, 听到夜聊与那一位的对话之后, 下方的海族生灵, 暗暗议论道, 那丫头, 与天荒圣地的小子, 而月横此刻的嘴中, 也在低南这么一番话。 夜聊说, 路战天王乐会, 竟亲自前往冬月神州接那小子, 那小子的身份, 自然是不简单。 若是通过那小子, 我海破玉与那天荒圣地攀上关系的话, 想到这, 只见月横的面色忽地已定, 在而您是相跪在下方的夜聊。 陈生喝道, 夜聊, 你继续关注那丫头的动静, 先不用急着带她回海破玉。 不过若有什么事, 定第一时间向我禀报。 听到月横那话, 夜聊将头一滴, 也是冲着月横陈生一喝, 属下明白。 当喝完这四字之后, 大殿之中的众海族生灵旋即见到, 那道跪于大殿之中的黑色威武身影, 此时此刻正在急速淡去。 不过转瞬之间, 那个夜聊, 变化为了空气, 好像从未出现过这里一般。 而众海族生灵, 自始至终, 都没有见到那位神秘存在的真面目, 只见她的背影。 不过这一刻, 他们对那夜聊, 倒不是太关心了。 如今都在关心着, 医疗口中的那位仁族小子, 与他们那位傲慢任性的少主。 海破玉, 能与天荒圣地联姻吗? 这是浮现这座大殿众海族生灵脑海中的问题。 中澳神州, 与海城, 原本兴致阑珊的月魁, 当进入这座小城之后, 旋即感受到了不一样的气氛。 双目, 不断地往四处张望, 感受着小城中的喧闹。 这, 便是传闻之中, 仁族居住的城池, 月魁按道, 好不一样啊, 与海城虽然只是一座边境小城, 不过人口却是不少, 进入城中之后, 一眼望去皆是人影, 入眼处, 都是仁族。 驰风, 也终于回到了一片属于仁族的领地。 咦, 那是什么, 好有意思啊, 忽然间, 行走驰风身旁的月魁, 忽然喊出一道惊然呼声, 然后, 便一个转身, 朝着一间乌舍行去。 驰风转过头朝那乌舍看了一眼, 这不过是一间制造彩色泥人的做方而已。 据说大海之中瑰宝无数, 而这个海族女人, 竟对这小小泥人起了兴趣。 不过也是, 这些东西对于时风来说, 看着平常无奇, 可大海之中, 估计见不到。 此时此刻那尖座房之中, 除了月魁之外, 皆是一些孩童。 当她进入之后, 冷烟美丽的容颜, 那股不凡的气势, 再加上她头顶之上那根尖尖的金角, 顿时吸引了一道道目光。 吼, 当月魁进入之后, 那头跟随他们到来的碧眼玄尸也旋即跟着踏入, 发出了一阵低吼, 整间座房, 顿时在此刻狂烈震荡起来。 啊, 孩童们发出一声惊叫, 随即朝着四处奔逃。 这些神战大陆中的孩童, 或多或少都修炼过武道, 身躯超于寻常人。 就算只是那碧眼玄尸的随意一吼, 若是换成常人的话, 必然在那吼声之中极不好受。 啊, 李这涅序, 听到吼声, 见到那些人族孩童们跑光, 月魁旋即转过头怒瞪向那头狮子, 对他冷然一喝。 与此同时, 他可以感受到周围, 有一道道不善的目光, 向他投来。 感受那些目光, 月魁也扫拾了一眼他们, 跟着, 发出了一道不屑的冷哼, 哼, 卑微弱小的人族, 说完这句话后, 他又扫了扫着尖座房中的泥人, 道, 谁稀罕。 说完这句话后, 他便往外行去, 对着那头跟进来的闭眼玄尸说, 畜生, 走啦, 都怪你, 这个一族女人的气势好恐怖, 这女人, 境界起码在真神境了吧, 当月魁离开那尖座房之后, 旋即有人巧声开口, 说, 嗯, 应该以达真神, 来我们地盘闹事, 要不要将这件事禀报那位, 这一族女人, 长得还可以, 或许, 那位有些兴趣也不一定, 一间泥人座房, 里面却有三个半神级别的伙计在坐着泥人, 喜不大才小用了, 呵呵, 池峰没有理会先前走入那间泥人座房的月魁, 此时此刻, 独自行走于涌己的人群之中, 暗自咧喃着, 脸面之上, 显露出了一抹冷笑, 他早已看出, 那间泥人座房, 看上去没有表面那么简单, 第2330章西窍, 里等等我, 行走繁华街道, 一道交呼从石峰身后传来, 听到那道交呼, 石峰行走的脚步忽地一顿, 那道交呼声, 自然是月魁的声音, 石峰没有想到, 那个女人, 自己朝自己追了过来, 转过头望向后方, 石峰见到那的海族女人, 极为霸道地在人群中挤动, 凡是拦在他身前的, 都被他用双手强力推开, 闭眼悬尸跟在他的身后, 也冲着前方的人群, 发着震震受嚎, 那些被他推开的人, 一看他就觉得气势不凡, 境界深不可测, 身后又跟着那么一头狂猛凶兽, 全都敢怒不敢言, 于海城, 毕竟是一座边境小城, 生活在这里的, 实力都不强大, 哪里敢招惹这位 看不透境界的海族女子, 于海城虽然是人族的地盘, 但他们深知无尽海中的海族不好得罪, 传闻很多年以前, 就有人得罪了海族, 而海族, 发动了万千大军压境, 怎么了, 见月魁接近, 石峰开口问他道, 你干嘛走这么快, 也不等等我, 月魁走到石峰身前, 没好气地说道, 等你, 听到他那番话, 石峰眉头皱起, 跟着说道, 如今我已到中澳神州, 你体内的印记我也已为你破去, 从今往后, 我们互不相欠, 分道扬镳, 呃, 听石峰这么说, 月魁轻轻饿了一生, 如今的他们, 确实是如此, 我对这里, 人生地不熟的, 我也不知道该去哪里, 既然你我相识, 你便带我这里中澳神州好好转转吧, 月魁说, 我没有那个时间, 石峰断然拒绝, 如今自己时间紧迫, 再不到天荒圣地找到冷奥月的话, 那真的就要死了, 如今月到这个时刻, 石峰的感受越是清晰, 越会留在自己体内的那股力量, 就在这几日将破灭, 最多撑过三到四天, 快的话, 可能就在这两日, 待我在中澳神州转转, 你又不会死, 略魁确实看上去有些生气地说道, 声音也有些冷, 而他, 却真的说错了, 如果石峰真的将时间浪费在他的身上, 他, 真的要死, 听到他的那繁华话语, 只见石峰的面容, 也立即冷了下来, 再见, 说完这句话后, 石峰完全不理会他, 回转过身, 继续随着人群, 往前走去, 于海城, 虽然只是一座小城, 不过, 却是有一座空间传送大镇, 如今要到天荒圣地, 乘坐各城之间的传送镇, 才是最快的路径, 你, 见到石峰不理自己竟然就这样走了, 月魁旋即冲着他的身影冷冷出声, 不过, 他还是带着身后的碧眼玄尸身形急动, 往他追了过去, 这个人, 真是太嚣张了, 哼, 我就这样跟着他, 他此刻, 应该正往他的势力而去, 到时候, 等我知道他出自什么势力, 就回海破域, 让我海破大军降临, 当那一日, 我海破大军凌驾于他那势力上空之时, 他的表情, 一定会很精彩吧, 想着这些, 月魁旋即嘴角一咧, 露出了一抹冷笑, 这一刻, 他仿佛已经看到了那一副精彩的场景, 越想着这些, 他越是迫不及待, 越想知道前方那位男子的真实势力而此时此刻, 月魁的注意力全在石峰的身上, 却没有发现, 身后, 正有多道目光仿若毒蛇一般, 正盯上了他, 海鱼城传颂祭坛, 不久之后, 石峰来到了这座海鱼城的城中心广场, 望到了屹立广场最中心的那座古老破旧祭坛, 而此时此刻, 传颂祭坛的八方, 皆排满了长长的队伍, 根据地图, 五下一座城应该去纳白玉城, 石峰说, 传颂祭坛八方有八条队伍, 而每条队伍最前方的半空, 飘荡着看似虚幻的白色大字, 白玉城, 三根扭曲, 看似虚幻的白色大字, 映入了石峰眼中, 一生清难, 很快, 石峰便走过去, 排在了那条队伍之后, 队伍虽长, 不过一次传送, 便可将整条队伍的声灵传送到下一城, 以目前的速度, 再到次序, 石峰预测, 自己大概只需要等待一炷香的时间便可, 嗯, 而就在这一刻, 石峰的面色忽地又是移动, 头虽未转向后方, 但是他的灵魂之力却已经感应到, 那的海族女子与那头碧眼玄尸, 竟然排在了自己的身后, 我说了, 让你不要跟着我, 石峰冷然开口, 对身后的月魁说, 哼, 而就在石峰声音刚响, 身后旋即响起那一道不屑的横声, 月魁不屑地开口说道, 这条路又不是你家开的, 我想去哪就去哪, 你管得着, 也是, 听到他这话语, 石峰淡淡地应了一声, 不再与他计较, 也不再理会他, 默默地等待着, 不久之后, 终于轮到他们这条队伍, 跨上那座传颂祭坛, 石峰再次随着人流行走向前, 然后向掌管传颂祭坛的管理者缴纳了不菲的原石之后, 他, 终于踏在了祭坛之上, 而一直跟在他身后的剑筒, 此时此刻, 站在了他的身旁, 石峰, 依旧没有看他一眼, 不过这时, 石峰的灵魂之力, 却在这座传颂祭坛之上, 扫到了几张熟悉的面孔, 这是, 先前那奸尼人作坊中的那几个人, 没有想到, 这几个人, 竟然跟来了这里, 他们这是, 打上了这个海族女人的主意, 石峰心中暗道, 不过他, 并没有多管闲事的打算, 而且以这几人的本事, 也不能拿这个海族女人怎么样, 找上他, 他们这可是自找苦吃, 不对, 跟着, 石峰暗自摇头, 心中又说, 这海族女人, 根本没有收敛气势, 这几个人, 应该知道他比他们强大不少, 但是他们, 却还是暗中跟着他, 这样看来, 这几个人, 必然是有什么手段, 而他们, 隐藏的手段, 总是给我一种很熟悉的感觉, 好像, 在哪里见过, 确实在哪里见过, 不过, 到底是哪里呢, 坐标调准, 白玉城, 传送, 启动, 就在这时, 只听一道威严的大喝之声, 忽然在这片广场之中回响起, 喝声久久回到, 顿时间, 只见一道白色之光, 乎地从祭坛之上狂猛冲出, 瞬间吞噬了祭坛之上的数百之众, 白光往上暴冲, 冲向了无边无际的苍穹, 第2331章, 他死不死, 与我又有什么关系, 中澳神州, 石峰从那座于海城离开之后, 于各城中周转, 一连跨过了十一座城池, 此时此刻, 天, 已是深夜, 抬头望向苍穹, 苍穹之中, 已不满繁星, 如今, 石峰已经来到了一座名为深渊城的城中, 这一刻, 刚到深渊城的他还站立于城中的传送祭坛之上, 不过那一位来自海族的女子月魁, 正距离于他不远之处, 这一路上, 他一直跟随着石峰, 而当石峰望向他的时候, 他便会扭过头, 发出一阵不屑的冷恨, 对于这个海族女人, 他爱去哪去哪, 只要他不招惹自己, 石峰已经不再管他, 不过这一路上, 石峰倒是一直有留意那三个人的动静, 当时采泥座坊中的那三个, 竟也跟着他们, 来到了这座深渊城, 而他们, 应该是看出了月魁是跟着自己, 所以这一路上, 也不断地在打量着自己, 不过石峰, 还是觉得这三人的隐藏气息的手段, 很熟悉, 虽是半神境的级别, 但是这隐藏气息的手段确实挺高明, 落在一般生灵的眼中, 或许, 就是三个捏泥人的平凡人, 但是, 他们起逃得过石峰真神境的灵魂感应, 行走于黑夜, 石峰走下了这座传送祭坛, 深渊城中, 有两座祭坛, 一接收, 一传送, 石峰双脚不停, 正往那座传送的祭坛赶去, 如今, 他岂会停下, 月魁, 还是如先前一样, 一直跟在他的身后, 又装作不是跟着他似的, 与他保持着一段距离, 而月魁, 其实也早已发现, 那从海域城便一直跟踪自己到这里的那三个人, 嘴角勾起, 冷艳白皙的脸上, 露出了一抹冷然的笑意, 他紧跟着前方的石峰之时, 此刻正在心中想着, 该如何好好对待跟在自己后面的那三个人, 想打本顾奶奶的主意, 哼哼, 他们, 这是找死, 月魁在心中冷冷地说, 呵, 而这时, 躲于人群之中的那三位, 忽然其中一人发出了一阵呵笑, 跟着, 他在心中说道, 早就知道这两个发现了我们, 不过, 他们如果只以为是我们三个人的话, 那就, 大错特错了, 呵呵, 当说到最后, 他脸面上的笑容, 变得有些邪恶起来, 叶, 越来越深, 深渊成钟, 行人也逐渐变得越来越少, 嗯, 不过就在这一刻, 石峰脸色忽地一动, 行走的脚步也旋即在此刻忽地一顿, 下一刻, 便见他一拳往上狂猛爆轰, 啊, 怎么可能,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 这股力量, 忽然间, 一阵惊然大呼, 在石峰的头顶上方呼响, 轰, 啊, 紧跟着, 一道狂烈的爆破之声, 与一道痛呼声响彻, 石峰头顶上方的空间, 旋即狂烈沸腾起来, 而在那狂烈沸腾的黑暗中, 一道身穿黑袍的身影, 现出了身, 黑色身影东倒西歪, 亦然在石峰刚才那一级下, 肾形变得极度不稳, 啊, 然而就在这时, 石峰又听到了一道呼声, 而那道呼声, 来自于他的身后, 是, 那个海族女子乐魁的痛呼声, 嘿嘿, 嘿嘿嘿嘿, 与此同时, 还传来了一道道阴邪的黑笑, 石峰右手在而狂猛一动, 一把抓住了头顶上方, 那道在自己力量下振战的身影, 猛然转身, 望向了身后, 在哪里, 石峰又见到了一道身穿黑袍的身影, 用一块黑布半遮掩住脸面, 此时此刻, 身体倒挂半空, 单手抓住了月魁的头颅, 一股股邪恶力量, 不断地轰入月魁的头颅当中, 月魁身躯狂颤, 此时此刻, 白皙冷艳的面容之上, 已显露出了极度痛苦之容, 望着那方, 而这时, 石峰呼地冷冷地吐出了声, 地狱, 杀手势力, 地狱, 石峰终于想起来了, 为什么先前便觉得那三个人隐藏气息的手段, 令他感觉到熟悉, 原来是那个曾在天恒大陆, 以及在莽荒大陆, 与自己有过纠葛的那个杀手势力, 地狱, 当喊出地狱二字之时, 石峰可以很明显地感应到, 被自己抓在手中的那道身影微微一震, 虽然很轻微, 但还是被石峰灵敏的感应力给捕捉到了, 地狱二字令他产生反应, 这么说, 这个势力在神战大陆, 也称为, 地狱, 石峰心中暗说, 啊, 救, 救我, 这时, 面露极度痛苦的月葵, 对石峰哀嚎着求救, 飞飞飞, 小美人, 感受到痛苦了吗? 我跟了你一路, 就是要你享受这种痛苦的感觉, 让你在我手中, 产生着这种痛不欲生的快感, 飞飞, 飞飞飞飞飞, 那个身体倒挂夜空的黑袍人, 对月葵阴阳怪气的笑道, 仿佛因为月葵遭受痛苦, 他, 笑得越兴奋, 而石峰, 身形未动, 双目, 冷视着那一道道挂的身影, 这一路上, 那三个人暴露在自己眼中, 而刚才出手的这两个人, 自己, 竟然一直没有发现, 此刻被自己抓在手中的这位, 直到他对自己出手的时候, 自己才有所感应, 然后对他进行了反击, 这个神战大陆, 这个杀手势力中的杀手, 势力已是越来越强, 隐藏的手段, 也越来越高明, 虽然石峰感应到他们隐藏气息的手段熟悉, 但是熟悉归熟悉, 相似归相似, 这手段, 其他两个大陆所遇的杀手, 根本无法与之相比, 随后, 石峰的身形终于动了, 一步一步, 朝着越魁走去, 小子, 不要过来, 只要你过来, 我现在, 马上就杀了这个一组女人, 而见到石峰洞啊, 那个身形倒挂的黑袍人, 玄疾对他开口道, 他, 竟然以越魁对石峰进行了威胁, 不想这个女人死的话, 就放开你的手, 跟着, 那个黑袍人又说, 让石峰放开手, 自然是要石峰放开被他抓在手中的同伴, 不过, 石峰仿若对他的话无动于衷, 继续一步一步, 缓步朝前, 手中, 依然还抓着那的黑袍杀手, 嗯, 而见石峰如此, 一道怒然横生, 玄疾横响, 小子, 你真的想要他死, 然而当那道怒横生刚刚想起之际, 石峰却是如此回到, 他死不死, 与我又有什么关系, 第2332章 威震神战大陆的地狱, 他死不死, 与我又有什么关系, 石峰, 根本就不受那个地狱黑袍者的威胁, 而本来也是, 海族女子月魁, 生还是死, 与他石峰, 又有何干, 石峰依旧一步一步, 满是悠闲地往前行走, 你, 见石峰竟然还是如此, 那的黑袍者, 冲着他冷冷地吐出一个你字, 哼, 跟着, 他又响起一阵冷冷的横声, 随后再次低下了头, 双目凝视在了被他紧握于手中的月魁身上, 道, 小美人, 你都看到了吧, 这个男人, 根本就不心疼你, 我看他, 估计巴不得你死了, 嘿嘿, 嘿嘿嘿, 说着说着, 那的黑袍人, 竟又突然发出了黑笑, 而就在这时, 他紧紧抓着月魁头颅的那只手, 再而狂猛一阵, 一股更加邪恶浑厚的力量, 强行沾入了月魁的头颅, 啊, 一阵更加痛苦的吼声, 从月魁的嘴中吼出, 月魁痛苦猙獰, 扭曲的脸面上, 双目, 狠狠地瞪着石峰, 对他来说, 自己此刻之所以遭受此等折磨, 全是因为这个人, 自己都已经这样, 他还在说那种话, 他, 这是明显想让自己死, 啊, 一想到这些, 愤怒加上痛苦的怒嚎之声, 从月魁嘴中更加狂烈地吼响, 呵, 我的小宝贝, 是不是很意外呢, 那些暗中跟随你的海族强者, 怎么还不现身呢, 嘿嘿嘿嘿, 一听月魁更加暴烈地大吼, 那个黑袍人在而黑然笑道, 从他的声音之中仿佛又听出, 月魁吼得越小, 他仿佛, 越加兴奋, 跟着, 他又对发狂的月魁说道, 小宝贝, 不用再等了, 那些跟随你的海族强者, 嘿嘿嘿, 已经全被我给干掉了, 难怪, 那个地狱黑袍人的声音不算太低, 石峰自然也听在了耳中, 一生轻难, 前些十日还在吴敬海的时候, 他确实感应到有海族强者暗中跟随着自己, 他曾怀疑过, 那些海族强者, 可能是那以老敖为首的海鹰三圣派来的, 而就在不久之前, 还未到达这座深渊城的时候, 那些暗中跟随的海族强者, 自己忽然无法感应到了, 原来是被这些地狱的刺客, 在自己都未发掘的时候, 给暗杀了, 这具美丽的异族身体, 发出这么美妙的声音, 嘖嘖嘖, 小宝贝, 我真是越来越喜欢你了, 只要你答应跟我在一起, 我就放了你, 好不? 地狱黑袍人又出声, 变态, 你这个变态, 放开我, 你快放开我, 不然的话, 我海破玉大军, 必然将你全家都给撕成碎片, 月魁在而怒吼, 而就在月魁的吼声响起之际, 又一道冰冷的声音, 响起, 你好像将我给彻底忽略了, 持风一步一步, 此时此刻, 已经走到了半空, 走到了那个身躯倒挂半空的黑袍人身前, 左手成拳, 然后一拳, 朝着那个黑袍人暴轰而出, 哼, 一介蝼蚁, 还真把自己当什么了, 本公子刚才威胁你, 你还真以为, 我怕你了, 不自量力, 本公子, 不过觉得那样好玩而已, 见到时风狂暴一拳暴轰而来, 那个地狱黑袍人, 仿佛根本就没有将时风的这一击放在眼中, 直至拳头越轰越近, 直至即将轰到那张被黑布遮掩的脸面上时, 那个地狱黑袍人才跟着出手, 只见他, 左手以凝结剑指, 朝着时风那只狂暴的拳头, 一直点出, 哼, 一阵暴鸣之声, 顿时于这片夜空暴响而起, 空间沸腾, 下方的大地都跟着震荡, 此时此刻, 离得这片地狱近的人, 旋即纷纷避退, 以免受到波及, 他们已然感应到, 那方战斗的存在, 不简单, 刚才我好像听到了地狱两个字, 那个身穿黑袍的蒙面了, 看来, 是出自地狱的刺客, 地狱的, 刺客, 斯, 当听到那五个字的时候, 有人深深地倒吸了一口凉气, 地狱, 威震于整个神战大陆的杀手势力, 传闻这个杀手势力, 没有他们杀不死的人, 据说若是被地狱的刺客盯上, 就是神王静的强者, 兜得隐恨, 连神王都, 那将是何等恐怖的存在, 那的一族女人, 与那的青年, 竟然遭到了地狱的追杀, 能被地狱追杀, 他们的来历, 一定也不简单吧, 不过这两个, 今夜应该是必死无疑了, 嗯, 紧跟着, 只见石峰的身形, 竟然在那一指之下狂猛一阵, 下一刻, 只听那个地狱刺客, 发出了一道冰冷的喝声, 爆, 当爆字响起之际, 石峰震荡的身形, 旋即往后狂猛倒飞了出去, 咦, 不过紧接着, 那个地狱刺客发出了一道金银那个人, 理应在他的力量下发声爆破才对, 但是此刻, 那具身躯, 竟然完好无损, 一戒, 真神死重天的肉身, 竟抗下了我的力量, 哼, 于夜空之中狂猛倒飞的石峰, 嘴中发出了一阵怒哼, 跟着, 身形又是一阵, 强行盾止住了这具倒飞的身躯, 给我死, 随后, 只听石峰震荡然喝道, 与此同时, 只见他抓着另一位地狱刺客的右手狂猛一震, 震出了一股无比狂暴的暗黑魔雷, 啊, 不, 公子救我, 救我, 池峰手中的那个地狱刺客, 已然感受到了魔雷的恐怖, 在一道充满恐惧的吼声之下, 那道身躯, 转身便被黑雷给吞噬, 不过瞬息之间, 一位真神六重天境的地狱刺客, 就此陨落, 池峰九幽冥宫运转, 竟开始了吞噬, 你, 李竟敢, 在本公子的面前杀死了他, 而就在这一刻, 冰冷的声音又响, 他很生气, 他气得不是那个同样出自地狱的刺客死了, 而是那个人, 竟然敢在他的面前, 杀死了他, 这, 等于对他进行侮辱, 随后, 那个地狱刺客在而冷然出声, 冲着不远之处的石峰说道, 本公子刚才虽然只是随意一击, 却不常想, 你竟然活了下来, 不过很好, 你已经彻底激怒了本公子, 你, 会死得很惨, 当说着那番话时, 只见他抓着月魁头颅的那只手, 正在, 缓缓地松开, 第2333章战刺客, 此时此刻, 不仅是石峰, 就连四方观战的重人, 都已很明显地感应到, 一股无比冰冷的杀气, 正从那一具黑色身影上升起, 杀气, 无比的强烈, 浑厚, 冲向苍穹, 杀, 杀气, 好浓烈的杀气啊, 感受那股杀气, 旋即有人不由自主地发出一阵惊然大呼, 这, 这等杀气, 这是杀死了多少生灵, 才能拥有如此杀气啊, 地狱是刺客势力, 不是说, 地狱的刺客都会隐藏自己的一切气息, 然后靠近敌人后在那一瞬间释放, 最终一击必敌, 今日, 那个地狱的刺客却是如此做, 是不是犯了刺客的禁忌啊, 又有人说, 将那个刺客释放那么浑厚的杀气, 在平时暗杀的时候, 确实是大忌, 犯了刺客的禁忌, 有舞者听到那句话, 说着这几字的时候, 暗暗地摇了摇头, 跟着说, 那是暗杀同等对手, 甚至是更强对手的时候, 才收敛一切气息, 此时此刻很明显, 这位来自地狱的杀手, 根本没有将那个人, 当作他同等对手对待, 而他, 既然是散发出如此杀气的存在, 一般的人, 真的很难让他以刺客的手段暗杀吧, 真神, 八重天, 感应着那股冲天的杀气, 以及那个刺客身上的那股气势, 十分暗暗开口, 说道, 而就在这时, 直接那道道挂的身躯, 旋即一个战动, 直接, 在众人的眼中消失, 五宗, 十分的灵魂之力, 旋即扩散了出去, 感应着四面八方, 这一刻, 他的面色, 都逐渐地有些凝重起来, 那个刺客消失之后, 他真神一众天静的灵魂之力, 竟然已无法感应到他的气息, 而岳魁, 不知受了那刺客什么秘法, 虽然停下了痛吼, 但身体却站立原地动不了丝毫, 轰, 忽然间, 一阵绝世爆破之声, 从十分的身上猛然爆响, 面对强敌, 他, 直接爆发了这道神迹, 雷霆, 战神诀, 这一剑, 肺, 忽然间, 只见一道冰冷的声音, 忽地传自于石锋上方, 石锋的灵魂之力旋即见到, 那个刚才消失的刺客已经显现自己头顶之上, 整具身躯, 化为了一柄灵力的杀剑, 正朝着自己, 急刺而下, 正如原先人们所说, 那个刺客, 原本可以以他高超的暗杀手段, 对石锋进行暗杀, 而他, 却根本没有将石锋看在眼中, 发动这一剑的时候, 竟然还对石锋一喝, 暴露了他的踪迹, 虽然说, 当他对石锋发动这一剑时, 就算没发出喝声, 踪迹也已被石锋给鼓捉到, 哼, 滚, 面对充满着绝世杀气的杀剑, 石锋冷恨回应, 紧跟着, 便见他一拳爆轰而上, 在这一拳之下, 只见他如今的六十剑真神战器, 竟然在此刻奇奇显现, 随后如同狂风暴雨一般, 朝着那道爵士杀剑爆轰, 这, 这, 这个, 这, 我靠, 不会吧, 真神器, 这个人, 竟然拥有, 这么多的真神器, 天哪, 这到底是什么人啊, 这, 到底是何等来历啊, 我这辈子, 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多的真神器啊, 难道这个人的老爹, 是个神练师不成啊, 就算是传说中的神练师, 也练不出这么多的真神战器吧, 要知道神级材料那是多么的稀有, 而且最最重要的, 是每一件真神战器之中, 都需要打入神远, 六十件真神战器一线, 道道极度震惊的惊呼声, 旋即在四面八方回响, 这一幕, 实在是太令人意外, 画面, 实在是震撼了, 就算是神战大陆, 这真神战器, 也都是极为稀有的战器, 而且其中, 更是有无促人看不透的两件真神器, 八重天集叠的死级神圈与海神叉, 轰, 一阵爵士爆破之声, 在这一刻猛然轰响, 苍穹, 都仿佛要在这爆破声下被爆穿, 众目睽睽之下, 六十件真神战器, 其其暴轰在了那道爵士杀剑之上, 场面, 一下子变得无比的暴乱起来, 嘶, 猛, 实在是, 太猛了啊, 是, 是啊, 六十件真神战器, 同时发动的攻击, 好, 好强, 这下子, 估计就连那地狱的刺客, 也, 凶多吉少了吧, 攻击, 虽然爆轰在了那道狂猛刺下的爵士杀剑, 不过时锋的面色, 还是异常的凝重, 毕竟他这一次所面对的, 乃是真神八重天级别的存在, 紧跟着, 他已感受到, 自己所发动的爵士一击, 竟然, 被那道刺下的爵士杀剑, 给挡下来了, 真神八重天, 果然, 恐怖如斯, 哼, 地狱杀手挡下了石锋的那道攻击之后, 再而发出了一道怒哼, 不过从他这阵横声之中可以听出, 他虽然挡下了石锋的攻击, 但他, 想必也并不好受, 站, 一道站喝, 从石锋嘴中喝响, 紧接着, 他的身形也是狂猛一动, 暴冲而上, 冲向那道爵士杀剑, 他的右拳, 还是闪耀着暗黑雷光, 而紧接着, 轰地一声, 圣火也从他的拳头上燃烧起, 哼, 一阵爵士爆破声载而暴响, 石锋的拳头, 也与他的众神器一同, 暴轰在了那道爵士杀剑之上, 呃, 这一刻, 一道闷横, 从那道爵士杀剑中传来, 紧接着, 杀剑猛然溃灭, 只见杀剑中的那一道身形, 在石锋的力量下被轰得往上狂飞, 杀, 石锋旋即又是一喝, 身形与他的众神器一同, 也跟着往上暴飞, 追及向那道身形, 本来, 就是这几个刺客送上门来找死, 名为地狱, 那么自己, 就送他下地狱, 一上一下, 两道身形与众神器往上暴飞, 然而就在这一刻, 只见狂飞在上方的那道黑色身影, 在此刻忽递一个闪动, 那的地狱刺客, 竟然, 消失了, 哼, 想跑, 你问过我了吗? 石锋, 再度冲着夜空冷然说道, 这时, 只见他往上暴冲的身形旋即改换了一个方向, 往斜后上方冲击, 他的六十件真神器, 紧紧相随, 死, 下一刻, 又一道喝声喝响, 石锋的拳头与他的神器, 暴轰在了这片夜空, 第2334张不简单的操纵手段, 轰, 震响震破苍穹, 直接在漆黑的夜空之中, 震出了一道空间黑暗巨洞, 产生着无比狂烈的犀利, 仿佛要吞噬一切, 石锋的身形, 暴力于这个巨大空间黑洞中心, 却在那狂烈犀利之下俨然不动稳如泰山, 众神器集聚于前, 而这时, 只见众神器集聚的前方, 一道暗黑身影逐渐显现, 正是刚才消失的那位地狱杀手, 他, 遭受了石锋一拳以及众神器的狂猛一击, 隐去的身形直接被打了出来, 哼, 本少让你跑, 哼, 石锋冷然一横, 紧接着, 又一阵雷霆暴鸣声于他身上暴响起, 雷霆战神觉状态刚刚消失, 他便又即刻催动, 而与此同时, 石锋的拳头与他的众神器再度进行暴轰, 轰向那道黑色身影, 啊, 一道极度愤怒的暴吼声, 于那位地狱刺客的嘴中响起, 下一刻, 却见他的身形往后狂猛一退, 虽然愤怒, 但他, 仍然不敢 抗衡石锋的攻击, 他, 害怕了, 他没有想到, 一个真神四重天, 竟然能爆发出如此强大的力量, 不过, 这地狱刺客身形刚一退, 石锋的神器便如狂风暴雨般追击了过去, 转瞬之间, 便再度轰在了他的身上, 轰, 轰, 震震爆破再度轰响, 地狱刺客双手交叉于前, 凝聚全身之力进行抵挡, 浑身上下, 都凝聚出一股防御力量, 哼, 见那地狱刺客如此, 石锋咧嘴, 发出了一阵不屑的横笑, 他可以很明显地感受到, 显现在这刺客身上的防御之力, 正在自己的轰击下不断地被瓦解, 跟着, 石锋的拳头, 也对这刺客再次进行一拳狂暴轰击, 轰, 啊, 一阵爆破声与痛吼声同时响彻, 就在刚才, 石锋感受到这刺客身上的防御力量, 在神奇的暴轰下全面溃灭之际, 这一拳, 无比凶猛地轰在了他的心口之上, 不错, 挺硬的肉身, 再来, 说着这番话时, 石锋的左拳, 也跟着出动, 也爆轰于他的心口, 而他的众神器, 还在对着这个刺客进行狂轰滥炸, 这片夜空, 此时此刻唯独剩下了阵阵狂暴的暴明, 在这阵阵暴明之下, 这片天地, 仿佛已经变得极度不稳, 哼, 地狱的刺客, 还在发动着暴轰的同时, 石锋的脸上, 已经充满了戏虐不懈的冷笑, 那个真神八重天境的刺客, 在他的轰击下所受创伤越来越重, 鲜红的血液正不断地往四方飙射, 原先看上去还威风凛凛的黑袍人, 此时此刻, 已经变得极为狼狈, 道道痛呼声, 也不断地从他嘴中呼啸, 赢了, 这个人, 仗着他的诸多神器, 将这来自地狱的刺客, 给干掉了, 是啊, 真的好猛啊, 这么多的神器同时发动攻击, 真的好厉害, 哼, 他不过是仗着他这么多的神器而已, 若是让我拥有这么多神器, 我也能这么强, 有人不懈地说, 你想得太简单了, 听到那人的话, 有人旋即摇了摇头, 说道, 真正的强大, 并不是玄器多, 便是强, 强得, 是如此巧妙地掌控手中这些玄器, 此人, 能将这么多的神器发动出如此威力, 他这掌控神器的手段, 太不简单了, 说这话的, 是一位气度不凡, 身穿白色衣袍的老者, 一看这老者, 人们便觉得 他不太简单, 夜空之中, 时锋忽地心念一动, 对着那碧玉刺客狂轰烂闸的众神器, 旋即在这一刻齐齐停了下来, 而时锋, 也停下了对这个刺客的爆轰, 左手往前一抓, 在毫无反抗之下, 一把抓住了那的刺客的咽喉, 让本少看看, 你长什么样子, 时锋对着这刺客冷笑着说道, 跟着右手往前探去, 一把抓住了那的刺客面容上的黑剂, 用力一扯, 紧接着, 只见一张长得异常俊美, 白皙的面容, 出现在了他的眼前, 这是一个, 长得有些过分, 比女人还美的男人, 嘴角挂着血迹, 竟给他这张妖异的面容, 增添了几分欺美, 没有想到, 先前这一个仿如变态般的刺客, 竟是这个样子, 杀了他, 给我, 杀了他, 而就在这时, 时锋听到一道异常冰冷的声音, 从他的身后传来, 空气, 都仿若在这道冰冷之音下被冻结, 不用转头去看, 都知道那道声音, 源自那的海族女人, 岳魁, 看来随着时间, 他已破去了那的刺客的禁制, 或许那的刺客没有想到, 这明明境界悬殊的一战, 会需要这么长的时间, 先前的他可能认为, 一介真神四重天境的武者, 以他之力可以随意秒杀, 所以他对岳魁下的禁制, 也就随意为之, 但却没有想到, 身为真神八重天境的他, 不但没有将那个四重天境的喳喳给杀死, 反而被他给擒祸, 你们, 可否认得这个人, 持锋依旧没有理会岳魁, 而是左手一动, 将那张妖异的脸孔, 对向了下方的深渊城中, 然后, 对着下方的人开始缓缓扫动着, 让各个方向的人, 都可以看清那张脸, 这些地狱的刺客, 虽然身为刺客, 但是时锋知道, 他们平常, 其实就活在人们的身边, 看上去跟寻常人无异, 一有任务, 便化身夺命的刺客, 反正以前他在天恒大陆时所知的是如此, 至于这神战大陆, 估计也差不多吧, 这些地狱的刺客蒙着脸, 怕的就是被人认出, 而他既然得罪了时锋, 时锋又岂能让他好过, 他越不想让人看见他的脸, 时锋偏偏就让所有人都看到, 嗯, 这, 不是孝月宗的天孝公子吗? 没, 没错, 确实是那孝月宗的天孝公子, 我曾经见过他一面, 那张比女人还美的面孔, 我到如今都还记得, 可, 可是, 这孝月宗的天孝公子, 怎么变成这地狱的刺客了啊? 莫非这孝月宗, 其实背后, 是地狱, 不知道, 也不, 好说啊, 我真的没有想到啊, 孝月宗的天孝公子, 竟然, 会是地狱的刺客, 我可记得, 不久之前, 有座城池遭受了促以万计的妖兽宝宫, 是天孝宗等一些强大的势力, 派遣强者降临, 拯救了城中生灵, 当时的其中一位强者, 便是这位天孝公子, 然而他竟然, 真是, 事事难料啊, 第2335章三孝长老, 见到那道妖艺俊美的面孔, 深渊城中, 在而响起振振惊呼, 那德孝月宗, 以及这位天孝公子, 看来来即不太简单, 不过想来也是, 一位真神八重天境的存在, 怎么会简单? 而这时, 那德天孝公子的脸上, 已满是冰冷, 这一刻, 冲着石锋狠狠地出声道, 我知道, 今日我是逃不过这一死, 不过你, 胆敢杀我地狱的刺客, 我地狱, 自然不会放过你, 你放心吧, 等我死后, 你, 很快就会下来陪我了, 呵呵, 地狱, 当听到地狱刺客的那番话后, 石锋呵然不屑一笑, 天恒大陆, 满荒大陆, 自己都与这地狱有过节, 都被他们说过是麻不会放过自己之类的话, 结果到的现在, 自己, 依旧好好地活在这个世上, 甚至在天恒大陆, 在满荒大陆, 那些曾对自己说过狠话的地狱刺客, 都成为了缩头乌龟, 不敢在自己的面前现身, 本少不管你们地狱还是监狱, 要杀本少, 尽管来, 本少奉陪到底, 石锋冲着眼前的这个天孝公子, 冷冷地说, 跟着, 抓着他咽喉的手一动, 然而就在他刚要捏碎这个地狱刺客的咽喉之际, 忽然间, 只听一道苍老魂厚的声音, 在这一刻忽然回响, 小友, 请先留守, 当声音响起了这一刻, 石锋的面色忽地一动, 他已感受到, 一股魂厚却飘然的气势, 此时此刻正笼罩着自己, 仿佛只要自己的左手稍微再移动, 那道飘然魂厚的气势, 便对自己进行攻击, 沉闷人, 石锋冲着下方, 冷声一喝, 他可以很明显地听出, 那道苍老魂厚的声音, 源自于下方, 石锋低头, 他旋即看到, 下方的人群之中, 一道白色身影飘然而出, 这是一位身穿白色衣袍的老者, 双手别于身后, 然后仿佛行走天梯一般, 一步一步, 往上垛步, 这, 竟是石锋看不透境界的存在, 不但气度非凡, 给人的感觉, 深不可测, 看, 这个老头, 不就是我刚才身旁的那一位吗? 刚才就是他跟我说, 这个青年掌控重神器的手段不简单, 这, 这位老者, 如果我没认错的话, 他, 便是校月宗五大长老之一的, 三校长老, 三校长老, 他就是三校长老, 这么说, 这位三校长老, 准备救下他校月宗的天校公子了, 难道这校月宗, 背后真的是刺客不成, 难道就连这位大名鼎鼎的三校长老, 也是刺客的人? 老头, 见到下方那的老头, 石锋冲他冷声喊道, 跟着他道, 此乃地狱的刺客, 杀人无数, 本少正要为天下苍生除害, 难道你, 要插手不成? 唉, 听到十封话语, 那位三校长老深深一叹, 老脸之上, 露出了一抹惭愧之容, 说, 他, 虽是地狱的刺客, 但, 却也是我校月宗的人啊, 此事, 牵扯到我校月宗的明节, 老朽, 必须将他带回校月宗查清此事, 好像天下人, 还我校月宗一个清白, 不, 原来你跟他是一路的, 听到那个老头那话, 十封冷笑着问他, 不, 听到十封话语, 三校长老轻轻地乐了一声, 跟着, 他解释道, 此次, 我确实与天校同行, 处理几件我校月宗的几件要事, 但是, 我也是刚刚知道, 原来他是地狱的刺客, 说着这番话语, 三校长老的面容满是真诚, 呵呵, 而十封, 却是对着他喝笑了一声, 继续开口说, 依我看, 什么查清此事, 向天下人交代是假, 你想护他周全是真吧, 你们什么校月宗, 出了个地狱的刺客, 谁又知道, 你们背后是不是就是那个刺客势力, 地狱, 放肆, 一听十封那句话语, 三校长老的面容, 旋即发生了猛然大变, 冲着十封怒声喝道, 你, 什么都没有弄清, 你岂可在此胡言乱语, 说话, 也要拿出证据, 此时此刻, 十封随即感应道, 那股笼罩自己的魂厚之力, 仿佛即将要对自己发动攻击, 这得校月宗的老头, 对自己, 起了杀意, 而面对老头的那股浑厚之力, 十封依旧宜然不惧, 冷恒说道, 哼, 被本嫂看透, 恼羞成怒了吗, 想要杀本嫂灭口, 救回你地狱的刺客, 但是你可别忘了, 如今, 可是不仅仅本嫂知道了你校月宗与地狱有关, 很快, 估计整个深渊城都将知晓, 难道你, 想将整个深渊城的生灵, 都给杀了灭口不成, 啊, 这, 这, 这个, 一听时封的话, 只见下方仰望夜空的众人脸面, 旋即也都跟着一遍, 惊然地呼声, 再一次从人们的嘴中呼响, 校月宗以及三校长老的强大, 早已深入人心, 如是这三校长老真的发起狠来, 将深渊城的生灵全给涂掉, 也不是不可能, 啊, 我还是早点离开深渊城为好, 免得真的遭受这无望之灾, 对, 离开, 离开这里再说, 嗯, 没有错, 不管是真是假, 还是先离开深渊城吧, 快走, 紧接着, 深渊城四面八方的观战的人群, 顿时骚动了起来, 啊, 你, 那位三校长老, 也旋即感应到了城中的异动, 他知道, 这些异动, 全是因为那个人刚才的话引起, 有些话, 没有证据, 你怎可在此乱说, 三校长老又冲着石锋一喝, 你可知道, 你说这种话, 将会让人更加加深对我校月宗的误会, 证据, 本少怎么没有证据, 它不就是证据, 石锋说着, 将手中的那位天校公子往前移送, 将那张腰衣白皙的面容, 对向那个三校长老, 跟着, 他又说道, 若你校月宗真的跟地狱没关系, 你又怎么会, 阻止我杀了这个刺客, 我说了, 我带他回我校月宗, 是为了查清此事, 向天下人还我校月宗清白, 三校长老又说, 跟着, 他直接对着那天校公子说道, 天校, 你说, 你快将这事说清楚,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校月宗, 一直对你权利栽培, 还望你, 向天下人好好解释一下, 第2336章种火, 哈哈, 哈哈哈哈, 被石锋掐在手中的天校公子, 听到那三校长老的话后, 突然对他笑了起来, 跟着, 只听他笑道, 没错, 我校月宗, 背后的势力本就是地狱, 如今我的身份已经曝露, 就算跟你们回地狱反正也是要死的, 我也就, 不替你们地狱继续隐瞒了, 啊, 你, 一听天校公子那番话, 那个三校长老的老脸玄机又是猛然一惊, 两只老木瞪大, 他原本是想让这天校公子, 向着这深渊城中的生灵们说实话, 说他天校身为地狱, 与他笑月宗无关, 但是却没有想到, 这天校公子, 竟然说出了这么一番话语, 天校公子, 这是承认校月宗背后的势力是地狱了, 这个, 好像算是吧, 原来校月宗的背后, 真是地狱啊, 这么说, 就是那的三校长老, 都是地狱的杀手了, 听闻地狱杀手, 分为天、地、 玄、 黄四格等阶, 不知道这三校长老与这天校公子, 属于何等等阶了, 这两位, 估计已经达到了玄阶, 甚至是, 地阶了吧, 其实, 虚虚实实, 实实虚虚, 这天校公子的话, 我们不能轻易相信, 他可能, 就是在污蔑校月宗也不一定, 传闻这校月宗, 乃是天荒圣地的附属势力, 若是天荒圣地知道这校月宗跟那地狱有关的话, 会怎么做呢? 刚才, 虽然有不少人离开了这里, 但, 仍然留下了很多人, 天校, 我校月宗一直待你不薄, 你能这么年轻成为校月宗的核心弟子, 这些年来能有如此成就, 全是我校月宗对你全力栽培, 你, 怎能如此忘恩负义, 难道你的心, 已被狗吃掉了吗? 那位三校长老, 对天校公子怒然大喝, 曾经, 这个天校公子, 乃是出了名的千千公子, 曾经见到自己这个长辈, 都是毕恭毕敬, 自己曾经对这个晚辈, 也甚是喜爱, 现在却是没有想到, 他竟然是, 这种人, 老头, 你现在还有什么可说, 而这时, 时封冲着那的三校长老, 冷声一喝, 以他时封的智慧, 自然知道这个天校公子的话不可轻易去信, 但是谁让他, 看这个老头, 看他们那的校月宗不爽, 这个老头, 一出来便摆出强者姿态, 以他的气势笼罩自己, 明面上没有对自己进行威胁, 其实, 已经对自己进行了威胁, 在他时封的面前装逼, 时封, 又岂能让他好过, 明明很明显看出, 是这恩将仇报的东西, 污蔑我校月宗, 你把他给我, 我会让他向天下人说出实话, 那位三校长老在对时封冷声一喝, 将他给你, 然后你对他言行逼供, 逼他说出他跟你们校月宗无关, 是不, 时封脸上又挂着冷笑, 对那三校长老说, 你, 我说, 你把他, 给我, 当三校长老说着这句话时, 语气之中, 带着一抹不容拒绝, 那道笼罩着时封的那股气势, 顿时汹涌了起来, 时封知道, 此刻, 若是自己再不将这个什么天校公子交给这个老头的话, 老头, 将即刻要对自己, 动手了, 好吧, 给你就给你, 撤去笼罩本嫂的那股气势, 本嫂马上将这个东西给你, 时封说, 哼, 听到时封话语, 那个三校长老发出一阵怒哼, 不过, 他还真的将笼罩时封身上的那股气势, 给撤了去, 给你, 随后, 时封右手一动, 将手中的那个天校公子, 如同货物一般, 朝着那个老头抛了过去, 拳击间, 先前笼罩于时封身上的气息, 已经笼罩在了那个天校公子的身上, 三校长老冷着老脸, 冷冷地瞪着这个急飞而来的孝月宗叛徒, 孝月宗对他不薄, 而他, 竟然如此背叛孝月宗, 如此诬蔑孝月宗, 如此叛徒, 老夫等下会让你明白, 背叛我孝月宗的下场, 三校长老在心中, 冷冷地说, 那张老脸, 都已有一抹凶狠之光闪过, 走, 这时, 时封一声冷喝, 哦, 与此同时, 一阵诗吼之声, 在此刻狂暴吼响, 先前月魁被那的孝月公子制服, 这头碧眼玄狮也被那的孝月公子震飞, 此时此刻, 碧眼玄狮出现在了石峰的脚下, 那位海族女子月魁, 站在了石峰的身后, 紧跟着, 只见这头碧眼玄狮狂猛一动, 巨大的狮身于夜空中狂猛奔腾而出, 转瞬之间, 便奔到了遥远处的夜空, 而就在这一刻, 石峰忽地咧嘴, 冷然一笑, 啊, 顿时间, 一阵痛苦的惨叫声, 在此刻忽地响起, 从石峰与月魁的身穿传来, 那个刚被三孝长老抓在手中的孝月公子, 竟然, 浑身上下燃烧起了妖艺星红的烈焰, 这火, 自然是石峰暗自肿下的圣火, 他在将这个刺客丢向那个三孝长老的时候, 便在暗中神不知鬼不觉地动了手脚, 老头, 还以为你会言行逼供, 没有想得到, 你竟然直接杀人灭口, 这时, 石峰的声音, 旋即在那深渊城中回响, 久久回荡, 加快速度, 当说完这番话后, 石峰在而对着身下的碧眼玄狮冷声一喝, 一脚狂猛踏在了狮背之上, 哦, 闭眼悬尸, 再而发出了狂猛施嚎, 急速奔腾的速度, 仿佛在这一刻, 真的提速了, 啊, 小子, 你, 你, 混账, 你给我站住, 身后远处的夜空, 旋即响起了那个三孝长老极度愤怒的吼声, 天孝公子在那烈焰的焰烧之下, 从内而外的焚烧, 本就失去战力的他, 直接被那新红色的烈焰给烧成, 瞬间烧成了虚无, 天孝公子在他三孝长老的手中死了, 然后加上石峰那道回响天地的话语, 这三孝长老, 以及他们的孝月宗, 将真的是百口莫辩了, 紧接着, 三孝长老身形狂动, 往石峰离开的方向急速狂追, 这, 这, 这三孝长老, 竟然真的杀了天孝公子灭口, 这事情, 好像越来越不简单了啊, 这个孝月宗, 还真的很有可能就是那个地狱, 你想想啊, 不然的话, 这三孝长老, 为什么偏偏会出现在深渊城, 当时, 也偏偏在那的人要杀天孝公子的时候现身, 这些东西, 真的是, 第2337章暴弃三孝, 真的没有想到, 这孝月宗, 竟然会是这样一个势力, 估计前些时日, 降临什么强者拯救城中生灵, 只是他们做出来, 给天下人看看而已啊, 你, 真的很坏, 这时, 石峰身后的那的海族女子月魁, 对他冷冷说道, 他说得很坏, 并不是因为石峰暗中将天孝公子给杀了, 而是他, 竟然以强大力量, 暗中威胁自己, 让自己, 驱赶闭眼悬尸, 是吗, 身后传来声音, 石峰却是头也不回, 冷笑着问他, 先前, 还说跟我已没什么纠葛, 还说什么分道扬镳, 结果, 你就是这样分道扬镳的, 月魁再而对他冷声赤问, 见这女人还要再说什么, 石峰连忙开口, 打断了他还要继续说下去的话语, 好了, 别再说这些没用的了, 对于他来说, 这个女人说这些话, 已经完全没有什么意义, 那个老头之强, 就连他都忌惮, 要想杀了那的地狱刺客后而不被那个老头给追上, 唯有借助这闭眼悬尸逃亡, 而这闭眼悬尸, 只有月魁, 才能真正地驱赶他, 在这生死关头, 为了不发生什么意外, 石峰只能威胁了月魁, 借他名义, 虚感悬尸, 混账, 你给我站住, 而就在这时, 石峰与月魁旋即听到, 滚滚怒喝, 从他们的身后传了过来, 后方的夜空, 都在喝声下如同滚滚浪涛, 那个笑月宗的三校长老, 竟然追过来了, 真不愧为, 一位连石峰都忌惮的强者, 那个老头的武道修为, 石峰虽然无法看透, 不过, 应该在真神九重天之境, 他身上显露出的气息, 虽与那魏怒战天王月会无法相比, 不过与那些曾经去冬月神州接他的天荒强者们, 不相上下, 不过这时, 石峰脸上的冷笑玄机更甚, 暗自清难, 以自身之素想要追赶上这笔眼玄尸, 哼, 简直就是痴心妄想, 那个老头虽然出现在了后方, 不过距离这里, 还是很远, 石峰认为, 那个老头应该在那么一瞬间, 催动了一种强行提升速度的身法, 但是那种身法, 应该不能持续使用, 此时此刻, 老头速度已经慢了下来, 闭眼玄尸与他的距离, 正在急速拉开, 给我站住, 啊, 距离越拉越远, 三孝长老的抱吼声越来越小, 越来越爆裂, 自己何等存在, 身份与地位何等超然, 竟然, 被那的混账给耍了, 让孝月宗, 彻底避那地狱牵扯上, 想必今日过后, 孝月宗与地狱之间的事, 很快便将席卷开来, 好事不出门, 坏事传千里啊, 老东西, 你一介废物, 要想追上本少, 再回去修炼个一百年吧, 池峰满是不屑地开口说, 说着这番话时, 池峰甚至让脚下的闭眼悬尸, 稍微放缓了一下速度, 与那三孝长老, 先保持着那一段距离, 啊, 听到池峰的话语, 一道怒然抱吼, 从那三孝长老的嘴中吼响, 仿如一头猛兽发狂, 发怒, 自己何等存在, 身份与地位何等超然, 竟然, 被那的混账给骂为废物, 平时, 谁敢对自己这样讲话, 自己在哪个地方, 他人不是对自己毕恭毕敬, 却是没有想到那的混账竟然, 这一刻的三孝长老, 真是恨不得将前方那个人给抓在手里, 然后好好地折磨一番, 让他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老不死的, 你来啊, 来追啊, 你又没有瘸腿, 本少都已经放下速度让你追了, 你竟, 如此的不争气, 这辈子, 真是全羞到狗身上去了, 又是, 全羞到狗身上去了, 啊, 又一阵怒然抱吼, 于三孝长老的嘴中吼出, 这一刻的他, 身体气得不断地发抖, 老脸已经仗得通红, 仿佛即将要爆炸, 小子, 你别让老夫带住, 老夫, 定然会给你好看, 从即刻起, 你, 将永生永世遭到我孝悦宗的追杀, 三孝长老再次一喝, 哼, 本少, 岂会怕你这个孝狗宗, 持风在而说着, 在而不断地刺激着身后的那个三孝长老, 那个老头越愤怒, 心中越想杀自己越发狂, 持风越是高兴, 最好, 将那个老不死的给活活气死, 持风暗暗说道, 不过, 他也只是说说而已, 想想而已, 一介真神九重天静的绝世存在, 怎么可能就这样被气死, 后方, 那个三孝长老还在不断地追赶, 看来暴怒的他, 真的不将持风杀死不死心, 而这时, 持风对着身下的闭眼玄尸下令道, 好了, 继续提速吧, 已经没有什么意思了, 与那老头拉开距离, 嗯, 不过, 就在持风下令之后, 那头闭眼玄尸, 竟然无动于衷, 根本没有照他的话进行提速, 持风的眉头, 猛的一皱, 然后右脚, 缓缓地抬了起来, 朝着身下的那头玄尸, 狂烈践踏而下, 捧, 吼, 重重一踏, 嚎叫之声在而发出, 吃身一阵, 这时, 这头闭眼玄尸, 才再次提起速, 以更快之如穿梭夜空, 哼, 畜生, 真是犯贱, 不打不行, 见到闭眼玄尸按照自己所要的速度狂猛奔腾之后, 时风刚刚又垫起的脚尖, 才跟着轻轻地放了回来, 急速之下, 三校长老只见前方飞腾的几道身影, 瞬间消失在了自己的眼中, 没有将那个混账小子给杀死, 满满地不甘心, 于他的老脸上显现, 不过, 他也知道有那头凶兽在, 自己, 已经无法追上他们, 身形一动, 旋即也顿止住了这道极飞的白色身影, 可恨, 可恨, 可恨啊, 三校长老双手紧握, 吹胡子瞪眼, 还在气得身躯颤抖, 活了一辈子, 他还是第一次, 被一个人, 耍得如此团团转, 他从来没有过, 这么想要杀死一个人, 不, 是狠狠地折磨, 活活撕裂一个人, 混账东西, 我就是动用我所有的手段, 都要查出你的来历, 到时候若是让我知道你出自什么势力, 那么那个势力, 就不要再存在我神战大陆了, 三校长老咬着牙齿, 狠狠地说, 校月宗, 乃是天荒圣地的一个附属宗门, 若是让这三校老头, 知道时风乃是什么势力, 甚至让他知道, 时风真正的身份, 不知道, 又会是一副什么样的精彩表情, 第2338章读, 发作, 将那个三校长老甩开之后, 闭眼悬尸, 继续于夜空中狂暴奔腾, 急速之下, 所过之处, 气流激荡, 空气都不断产生暴明之音, 仿若形成了一道在夜空中急速滑行的流光, 那座深渊城, 时风是回不去了, 谁知道那个三校长老, 会不会暗中埋伏于哪里, 不过, 深渊城回不去, 时风早就从世界时中找到新的位置, 距离深渊城不远, 有座绝望城, 以如今闭眼悬尸奔腾的速度, 到达绝望城的话, 差不多一个时辰即可到达, 你要带我去哪里, 这时, 月魁开口, 对时风说, 先前, 他想要时风带他在这中澳神州转转, 如今时风在前方指挥着碧眼悬尸带路, 他, 又说这个, 而且声音有些冷, 去天荒圣地, 时风简单回答道, 天荒圣地, 你们人族的那个天荒圣地, 月魁竟然, 去天荒圣地干什么, 月魁又问, 跟着, 他逐渐地想起, 就在前些时日, 这个人, 好像跟自己说过, 他是天荒圣地的人, 难道, 他真是天荒圣地的人, 月魁在心中暗自泥南, 可是, 他可是大言不惭地说过, 天荒圣地的传承, 源自于他啊, 敢说出这样的话, 他, 又怎么会是天荒圣地的人, 月魁又自然而然地想到这些, 理所当然地认为, 双目, 紧紧地凝视在身前的那道身穿黑色衣袍的身影上, 暗暗道, 这个人, 真的有种让人无法看透的感觉, 一个时辰的时间, 转瞬即过, 不久之后, 时风旋即见到了前方那片广阔的大地上, 屹立着一座巨城, 此城的名字很有意思, 叫做绝望城, 也不知有何典故, 绝望城, 嘴中暗暗咧喃着这三个字, 时风冲着脚下的那头凶兽冷声一喝, 走, 嗑声之下, 一道狂力从他身上冲出, 旋即冲向了那头闭眼悬尸, 哦, 爆吼声再而从闭眼悬尸嘴中吼响, 哦, 然而就在这一刻, 一道痛呼之声, 从时风的嘴中呼出, 与此同时, 月魁忽然见到前方的这道黑色身影, 猛的一颤, 理怎么回事, 月魁感受到了不对劲, 旋即开口问身前道, 啊, 忽然间, 时风猛然仰天, 发出了一阵极度剧烈的爆吼, 吼声响天彻地, 仿如绝世凶兽发狂, 停, 见他突然这样, 月魁随即冲着脚下的闭眼悬尸一喝, 命令他停, 哦, 悬尸奏停, 悬浮于这片虚空一动不动, 怎么回事, 到底发生了什么, 月魁再次开口, 问时风, 跟着他身形一动, 下一刻闪到了时风的身前, 脚踏夜空, 他见到此时此刻的时风面目猙獰, 已是极度扭曲, 这个样子, 看上去仿佛极度痛苦, 仿佛正在遭受着无比难受的煎熬, 看上去满是暴力,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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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痛苦之下, 振振抱吼, 再而于他嘴中不断吼响, 一阵想过一阵, 紧接着, 月魁忽然见到, 一道蓝色之光, 从这个人的心口之处暴冲而出, 然后他的脖颈之上, 一抹蓝色浮现, 开始朝着他的面孔蔓延, 这, 这, 这是, 见到时风这副痛苦之状, 再见到了他心口处射出的蓝光, 月魁光是看着, 只觉整个人都很不舒服, 紧跟着, 他想起了前些时日, 时风忽然问起了那个东西, 海恶咒毒, 李竞然, 中了海恶咒毒, 月魁猛然大呼, 冷艳地翘脸上瞪大着双目, 这一刻, 他已经经得无以复加, 海恶咒毒, 无尽海中中海族生灵闻风丧胆的剧毒, 没有想到, 会出现在这个人的身上, 他, 竟然中了这传说之中的无解之毒, 海恶咒毒, 不对啊, 他若真的中了海恶咒毒, 怎么可能还活在世上, 他应该, 早就死了才对, 月魁又在惊道, 而就在这一刻, 他猛然又感受到, 一股爵士神力从这个人的身上溢了出来, 覆盖在了延伸向他脸孔的蓝色之毒, 紧接着, 只见刚刚蔓延到他脸上面的蓝色, 在那股力量的压制下, 竟开始了倒退, 退向了他的脖颈, 再从他的脖颈之中, 退回到了黑色衣袍之中, 那为怒战天王月会在石锋身上留下的那道力量, 又将那的海恶咒毒, 给重新压了回去, 啊, 痛苦的吼声, 还于石锋的嘴中不断, 不过这一刻, 可以很明显地听出, 吼声, 倒是没有刚才那么爆裂了, 岳葵的身形, 还是一直漂浮于他的身前, 就这样, 静静地看着他, 我明白了, 凌视着蓝色消失的猙獰脸孔, 岳葵说道, 此人, 应该就是中了那海恶咒毒, 只不过, 那海恶咒毒正被一股无比强大的力量, 给强行压制住了, 然而从刚才的情况来看, 压制海恶咒毒的力量 应该已经越来越弱, 想必再过不了多久, 那道力量便要被迫, 只要带海恶咒毒冲出, 这个人, 已是必死无疑, 说道最后四个字时, 岳葵那张冷艳的面孔, 浮现了无比坚毅之色, 身中海恶咒毒者, 绝对必死, 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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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到的此刻, 石锋的吼声道是越来越低, 慢慢地, 那张猙獰的面孔, 也逐渐地平静了下来, 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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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渐渐地, 停下了痛吼, 石锋弯着身, 嘴中还在不断地喘着粗气, 脸上还是仗得通红, 此时此刻的他看上去, 仿佛刚刚经历了一场大难一般, 妹,妹的, 石锋的嘴中, 狠狠地吐出了这两个字, 身中剧毒, 自己的生死都将难以掌控, 这种感觉, 他真的是, 令他无比的难受, 不行, 这毒已越来越深, 必须早点赶到天荒圣地找到冷傲月才行, 不然的话, 真的要糟了, 先前, 石锋觉得海恶咒毒冲破月会的力量, 应该还需要几天的时间, 而经历刚才那一次劫难, 他有种感觉, 这海恶咒毒, 仿佛要彻底冲破月会的力量, 然后, 要自己的命, 石锋呢喃着那番话, 跟着, 目光凝视向前方, 望向了那个正盯着自己的月魁, 两人随即四目相对, 石锋随即开口, 对他说道, 别看我了, 快点走, 第2339章绝望城, 永不再见, 别看我了, 快点走, 不, 一直盯着石锋看的月魁, 一听石锋这话, 才从其他思绪中反应过来, 应了一声, 跟着, 他随即身形一闪, 闪回到了石锋的身后, 再次重新盯着身前的这道黑色身影, 逐见地, 只见他的眉头微微拧起, 不知道这一刻的他, 在脑海中思索着什么, 走, 畜生, 别再磨蹭, 石锋再次冲着身下的碧眼玄狮怒声大喝, 跟着抬脚, 对着脚下的这头凶兽狂猛一踏, 吼, 碧眼玄狮, 真是又痛又怒, 从海英遇到这里, 这一路上, 不断地遭受到了这等苦痛, 他的主人老敖, 虽然有时候会威胁他, 会以强大气势恐吓他, 可是平时, 老敖可是将他的这头作技, 当作宝一样对待, 老敖可是经常地轻抚于他, 仿佛抚摸着绝世至宝一般, 哪会像现在这样, 处处遭受着这个人残狠践踏, 还不断地骂自己为聂序畜生, 他, 根本就没有像自己的主人那样, 将自己当成宝贝对待, 他, 这是真的将自己给当成了畜生, 心中愤怒地想着这些的时候, 闭眼悬尸又在心中感受到了满满的委屈, 他, 真的是有些想他的主人老敖了, 他, 真的好想尽快离开这里, 他, 真的好想即刻便见到主人, 想着这些, 闭眼悬尸两只拳头大的双目, 呼地一酸, 两行金色的眼泪, 从他的双目之中流淌而出, 划过脸颊, 畜生, 你再干什么, 没听到本少的话吗, 难道耳聋了不成, 难道, 你真的想被八匹抽筋, 闭眼悬尸一瞬间的愣神, 顿时间, 又响起了石峰阵阵冰冷威胁的声音, 跟着, 他又抬起了脚, 冲着脚下凶猛一踏, 哼, 重重地爆鸣声爆响, 石峰的这一脚, 踩踏地极为猛烈, 如今海恶咒毒将随时冲出要自己性命, 石峰本就心情不好, 而叫这个孽婿快走, 他竟然还傻站着不走, 浪费自己时间, 他, 怎能不怒, 吼, 闭眼悬尸仰天咆哮, 仿佛正对石峰的残暴发出抗议, 不过紧接着, 他还是四提狂猛奔腾, 往那片大地中的那座绝望城暴冲而去, 身为绝世凶兽的他, 其实灵致病不低, 他自然知道, 自己打不过他, 先前闭眼悬尸, 在深渊城的时候, 可是被纳德地狱的刺客三孝公子给一脚踢飞, 而不久之前他亲眼见到, 他, 打败了纳德踢飞自己的人, 最后, 甚至还以阴险奸诈的手段, 将那个人弄死了, 如此阴险奸诈之人, 这个世上, 还有什么事是他干不出来的? 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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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想着这些, 闭眼悬尸一边急速狂猛奔腾, 阵阵嚎叫, 不断地从他的嘴中吼响, 此时此刻, 就连这头闭眼悬尸, 都开始在心中渴望起了力量, 渴望进化为更加强大的存在, 只有变得更强, 才能不被其他的生灵欺凌, 只有变得更强, 才可以不让任何生灵踩踏在他的后背, 只有变得更强, 自己才有真正的希望, 破除体内的那道印记, 不再沦为任何生灵的坐骑, 不再受任何生灵的威胁, 好, 闭眼悬尸愤怒暴冲, 不久之后, 便冲入了下方那座绝望城城门口, 如今时封虽然赶时间, 想要即刻前往天荒圣地, 但是在这中傲神舟的城池之中, 也不敢造伺, 这个世界, 有太多的强者, 特别是这中傲神舟, 先前在那深渊城中, 随随便便见到那一个身穿白袍的老头, 竟然都是真神九重天境的强者, 不知道为什么, 或许是因为体内的海恶咒毒, 令他变得越来越焦躁, 或许受到了这绝望城绝望二字的影响, 时封总是心投不住, 进入绝望城之后, 时封的眉头始终紧紧皱着, 灵魂之力, 席卷着四面八方, 毕竟不久之前, 一下则得罪了地狱与纳孝月宗两个势力, 而这两个势力, 在这中傲神舟貌似都不简单, 自己, 必须得小心才行, 我要走了, 而这时, 时封忽然听到, 身旁响起了那个海族女人月魁的声音, 这一刻, 他对时封说话的时候, 声音忽然变得有些低沉, 有些冷, 这一刻的他, 给时封的感觉, 仿佛与先前有些不太一样, 至于到底哪里不一样, 时封又说不上来, 不行, 而一听他这话, 时封玄机断然拒绝, 经历了深渊城逃亡一事, 时封已经意识到了, 身下这头碧眼玄尸如今对自己的重要性, 而碧眼玄尸如今只听乐魁的, 就算将这头玄尸给留下, 时封怕到时候出现什么变故, 就犹如定时炸弹一般, 所以, 在自己为到达天荒圣地的时候, 他与碧眼玄尸都不能离开, 而且, 如今的自己, 最需要的便是时间速度, 这拥有急速的碧眼玄尸, 极有可能会在关键的时刻用得上, 为什么, 听到时封那话, 岳魁随即又说, 如今, 都已经到了这座新的城市, 而维基也都已经解决, 他, 竟然不让自己走, 先前抵达中奥神州的时候, 他不是说了要跟自己分道扬镳, 如今这情况, 与那个时候也没有多大的差别, 没有为什么, 时封以一抹坚决的口吻回道, 你离开可以, 跟我到达天荒圣地再说, 我, 不想去, 先前的岳魁, 不断地跟着时封, 辗转各城, 而如今, 他已经不想跟了, 一个将死之人, 已没什么好跟的, 这是, 岳魁如今的心声, 他, 已经不想在时封的身上浪费时间, 已经不想与他有任何纠葛, 听到岳魁那话, 时封缓缓开口, 对他说, 想去与不想去, 根本就, 由不得你, 说着这句简短的话语, 时封的声音, 已经很明显地冷了下来, 岳魁也跟着冷然开口, 对时封说道, 你, 你竟然, 又开始威胁我, 是又如何, 时封说, 废话少说, 快走, 到达天荒圣地, 我保证你我之间, 将彻底没有纠葛, 从此以后, 永不再见, 永不再见, 哼, 嘴中呢喃着那四个字, 岳魁嘴中发出了一阵不屑的冷横, 第2340章下跪的女鬼, 永不相见, 岳魁对着时封说道, 如今的你, 身中海恶咒毒, 而你体内压制的那股力量, 也已经是越来越弱, 只要那道力量一灭, 便是你身中海恶咒毒惨死之时, 我们日后, 哼, 必然是永不相见, 时封也算是有些明白了, 为什么忽然感觉这个女人有些不太一样了, 原来, 是这海恶咒毒的关系, 深知海恶咒毒恐怖的她, 如今见到自己身上的海恶咒毒, 已然认为自己必死无疑, 她此刻, 可能是以一副面对将死之人的心态, 来面对自己吧, 这些, 不用你来操心, 你现在, 跟我去天荒圣地便是, 时封再次开口, 对她冷冷地说, 说着这句话的时候, 冰冷的沙翼, 已经缭绕于岳魁的浑身上下, 如今, 天荒圣地他去也得去, 不去, 也得去, 去就去, 岳魁冲着时封, 冷冷地应了一声, 心中暗道, 一个将死之人, 我就是陪他去一趟天荒圣地, 那又何妨, 算是, 怜悯他走完这最后一段路, 心中说完这番话后, 岳魁虽然还冷着脸, 不过他停下的双脚已经开始脉动, 继续在这条大道中心走, 走向了这座绝望城传颂祭坛所在之地, 闭眼悬尸, 于他们的身后跟随, 天荒圣地, 位于中澳神州云天山脉之中, 距离云天山脉最近的一座城, 名为云天城, 时封月魁, 带着那头闭眼悬尸, 以最快之速历经一天半的时间, 终于赶到了这座云天城中, 云天城, 距离天荒圣地最近的一座城, 终于, 到达这里了, 持风于心中, 暗暗叹息了一声, 赶往云天城的这段时日, 他越来越感受到, 海恶咒毒随时要冲出, 他, 真的越来越担心那道怒战天王留下的力量彻底破灭, 那道力量, 如今真的是越来越薄弱, 不过还好, 自己, 终于还是活着来到了这里, 而来到这云天城之后, 可能是距离自己天荒圣地越来越近的关系, 时封此刻, 竟有古莫名的心安, 先前的那些不安, 焦躁, 都以一扫而空, 云天城, 出了这云天城, 以这闭眼悬尸的急速, 差不多一炷香就可以到达了, 持风暗自说道, 到达天荒圣地, 就可以, 见到自己那位多年未见的三弟子, 冷奥月了, 只不过, 如今的这位冷奥月, 真的可以解去自己身上的海恶咒毒, 你还站着干什么, 快点走啊, 而就在持风站在这座传颂祭坛之上唯一愣神之际, 海族女子月魁的声音, 随即在这一刻响起, 持风从她的话语中回过神来之际, 只见她在而不耐烦地开口, 说, 快点走吧, 早点去天荒圣地, 我好, 早点离开, 先前, 这个海族女人赖着自己, 要自己带她在这中澳神州转转, 自己走到哪里, 她死赖着跟到哪里, 而如今, 知道自己身中海恶咒毒之后, 竟是变得这么的不耐烦, 反差, 真是够大, 自己在前一座城的时候都已跟她说过, 到达这座云天城, 出了城后, 只要一炷香的时间便可以到达天荒圣地, 如今的她, 竟然连这么点的时间都等不及了, 走, 持风说, 她也想, 早点到达天荒圣地, 与她分道扬镳, 从今往后, 永不相见, 持风身形一个闪动, 闪到了碧眼玄狮之上, 随后月魁也跟着上去, 接着, 碧眼玄狮猛地移动, 直接从那座高耸的祭坛之上飞奔而下, 然后, 在这座云天城中行走, 往东而往, 不久之后, 闭眼玄狮便驮着他们出了云天城, 跟着, 玄狮狂暴上冲, 直接飞腾向了虚空, 然后, 一直朝着东方, 以无比快捷的速度奔腾而往, 一炷香的时间, 转瞬即过, 天荒圣地, 到到居住高耸的山门之前, 依旧是一位为天荒圣地弟子奥利, 守护着这座山门, 而在他们的不远之处, 一道红色的身影, 孤零零地跪在了哪里, 见童, 这些时日, 一直没有离开过这里, 这么多天以来, 他一直在相求那些守护山门的弟子们, 求他们, 让自己见一下他们的那位天荒圣主, 冷奥月, 那个怨魂, 这么多天了竟然还是如此执迷不悟, 以他身份, 竟也妄想见我们天荒圣主, 简直是, 没点逼促, 就是, 我入天荒圣地这么多年, 见圣主都不到十次, 何况是一介卑微的他, 此等蝼蚁, 要不是上次三护法护过他, 我早就让他魂飞魄散, 哼, 他就是在这里跪上十年, 不, 就是跪上一百年, 都休想见到我们圣主, 他, 根本就没有那个资格, 剑童, 自然是意识到了这个天荒圣地的恐怖, 他想过, 如今, 他可能活着也不一定, 若是自己将他的话转告给那位天荒圣主, 或许, 真的能将他给救回来, 就算他真的死了, 以自己之力, 根本就无法为他报仇, 而这恐怖的天荒圣地, 灭杀他们如同蝼蚁, 剑童, 不想放过一丝的机会, 于是, 他便想到了下跪于这里, 恳求见那天荒圣主一见, 想以自己的诚心, 感动这天荒圣地, 感动这天荒圣地中的某位大人物, 感动那位天荒圣主, 我一直跪在这里这么多天, 这么多天过去了, 根本, 没有人理我啊, 说着这句话的时候, 剑童的心中很是失落, 不过紧接着, 满满的倔强, 又在他的面容上浮现, 他曾经多次救过我的性命, 不管这么说, 为了能够救他回来, 我就是跪在这里又有何妨, 没错, 为了他, 我就一直这样跪下去, 而我如今除了这样, 也根本没有其他的办法, 唉, 说着说着, 剑童又于心中深深一叹, 吼, 吼吼, 吼吼吼吼, 就在这时, 剑童呼地听到, 有一阵阵凶兽诺然抱吼之声, 忽然于他的身后吼响, 这道吼声, 听起来便令人感觉到极不简单, 紧接着, 并见剑童这张白皙妖媚的面容一动, 心中暗道, 能其如此妖兽者, 莫非, 又是天荒圣地的某位大人物, 或许,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